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那今天也是非常 首先我要先謝謝 台拳會的邱伊玲小姐 那也因為她居中的協調 那我們才有辦法能夠談這個 這麼多的重要的講者 來跟我們談一個 做一個跨世代的對話 對於整個台獨運動 或者是台灣未來潛入台灣主題的想像 以及她跟個人資金的關係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 台灣現在在經過這碗問題之後 其實也遭遇到了 目前也遭遇到更 從有史以來的更大的危機 比如說我們中國的軍機民航機 在M-53的實現 或者是可以看到很多的 我們所謂的中國白衣問題 或者通過資金的部分 進去到各個私人企業裡面去 然後買了很多台灣的東西 但是還有包括我們一些 我們看到的不單在企業裡面 或者是在青年學子上面 很多人都去想盡所有辦法去 融入我們的青年學子到中國去工作 也包含在學校的這些 剛拿到博士的 或者是已經在學校工作的人 然後要聘他們到中國去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一件事情 當然是從1970年代一直到現在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對於這樣 台灣的現實的處境 也透過吃獎案 然後幫助郑志台先生 寫了這本回憶錄裡面 給我們一個歷史的觀察 然後讓我們看到這一路走來是怎麼樣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世代 很多前輩 那如果我們按照第一個世代的話 我們可以甚至說他們是先制度 那時候通常台灣獨立其實都非常少 那再來第二個世代 就是被國民黨徹底的統治之下 然後後來覺醒的一個世代 我們可以稱之他的覺醒 後來接下來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太陽花運動 然後整個風情運用 整個在台灣這種對於台灣獨立意識 有的對他們來說像呼吸一般自然的 叫天然獨 那當然還有一個是 那天跟吳豪倫老師討論到 有一群人其實他是基於義憤 看得下去的叫義憤獨 那在這個過程不同的獨派裡面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有頭肌獨 就是狀態出來的時候 會投進選舉需要的時候他們是獨派 當然也有一個 也有一些叫做野狐獨 就像我們在念禪中的時候 有野狐禪一樣 不知道為什麼呢 那我們有這麼多的獨派的概念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光圖 那所以在開始等一下我們會進行自我介紹 然後我們先大進場先歡迎 首先我們歡迎鄭世財先生 來喔 大家個列掌聲鼓勵 吳潤倫老師 那吳豪倫老師 那吳豪倫老師 然後請一大聲 補該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本 就是 特別財前輩 某一下的回憶錄 還有次講的 因為近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當然我們應該有說過 陳榮臣 有來過 說一次 也有證身次講案 也有說過 所以不同的角度來講 這些次講的事情 今天這是第一首 因為 今天要請的兩位先輩 都是 這個資講案 他們不是坐牢 那就是 都忘了 所以 這些 他們一定對這些事情 還有更多的歡心 所以 大家可以去看一段時間 還有看一段時間 說幫自己普克 那也是 用不一樣的角度 來去詮釋某個歷史世界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先請主宰兄 我們先開二十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解釋一下 來 我們熱烈的掌聲 來請主宰 大家好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出去 因為 這個孫兄 也已經很久了 這本書 如果要說 可能兩點後 也說不完 所以 大家 我是覺得說 我們那個時候 這個五十二代 六十二代 但台灣 他跟彼國這個政令 這個 文明先生 他跟他說 這個二代的世代 叫做 Sputnik 的這個世代 我們就是那個世代 大家比拼 離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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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名義是留學 有些人去日本 有些人去美國 有些人去澳洲 那 那當時 台灣的經濟 也非常非常非常的 這個 這個 啊 三者 就對了 哪有可能去留學 啊 就是因為 美國 那個時候 剛才那個時候 提供 非常非常 做的 這個 糟糕 所以 這麼多 台灣 人 的地球 分子 台北約生 就這個 機會 去跟海外 去跟美國 啊 因為 台灣 這個 年輕人 在台灣 這麼封建 這麼封閉 這麼封閉 這個社會 提供 一個自由開放 這個社會 啊 很快 就隔離開 啊 因為它隔離開 所以在海外 各國 開始有這個 台灣人 要追求 台灣獨立 的這個 運動 所以 開始是日本 會不會發生 後來呢 因為 流行 漸漸漸漸漸漸 都去美國 啊 所以 這個 這個 整個海外 台灣獨立運動 主要在1970年 移到美國 1970年的 台灣獨立 做這個 成立這個 叫做 世界 台灣獨立運動 就是 World United for Motion for Independence 就是 在1970年 這樣形成的 啊 1970年 這個 年代 非常非常 這個 很多運動 啊 我在那裡 經過這個 環外線的 運動 這個 啊 黑人 我們現在 所說的 彼國的 非洲的 這個 哇 經典啦 這不是國民動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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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我會這樣 這個 這個 黑人的 這個 林環運動 啊 還有這個 比那個 年代的 這個 這個 學生運動 非常非常豐盛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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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當時的所謂 中華民國的副議長 要去拜訪美國 就是有這個官員 所以我想祈祝這個事件 為它的歷史的脈絡 等一個台灣的青年去到美國 變成一個獨立運動的分子 在那個地方 我當時 Peter 我以前是在New York State 我在New York City 這個中間又來到New York City 所以在那個市店 市空店 就發生這個 市場的這個事件 那現在就是說 到今天這個題目 在整個台灣人的運動裡面 我們這個個人的主體性 是什麼 我相信 因為這個馬克斯 馬克斯 每次這樣說 這個人的這個意識 還是意志 是受到那個 外災的環境的影響 那現在就是說 市場這個事件外災環境 真的 我們台灣人去到美國 去到其他國家 流星 這個環境是太一樣的 那是怎麼 有人要去救 有人 不一定要去救 所以我想這個影響 當然外災的因素 是 決定性的這個影響 但是這個個體 我想歷史上 都也是一個個體 借助一個事件 借助一個活動 變成這個社會 這個文化運動 還是歷史的一部分 都也是 以個體的開始 但是個體受到 外災環境的影響 加上這個個體的本身 他對外災環境的那個認識 那個體認 可能像度 不一定大家都受到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進去說 要取材很嚴格 讓台灣 追求 變成一個國家的這個機會 會增加這個機會 因為那時候 其實 在台灣 獨裁 通比治下 開始控制到非常 非常嚴格 這個 在台灣 在 禮拜十五天以後 白色恐怖 所欣賞的人 沒有 這個 重驚人 就是重驚國 所以 為什麼要選 祝福 沒有選其他人 因為 他是主要的人 所以 大概 這個 經過 是這樣 我可能 簡單 我們 這樣說 別人 歡迎 問題 好 現在 這 本來是要說二十分鐘 所以 現在我們說六分鐘而已 沒關係 再補充 現在 因為 我們兩位 先輩 他們都很客氣 就是說 給年輕人的多說一句 給大家在庭的多說一句 所以 他們在做導臨運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很關心 觀眾 關心 可以 交流 可以 對話 所以 我們現在 請 我們兄弟 我們再熱烈掌聲 歡迎 黃映章 謝謝 歡迎 好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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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 我今天要說的,可能有時候有些人最愛聽的,譬如說, 那裡刺的事,那裡是那裡,他叫這棵,這棵梨,我怎麼去抬,去想要抬,很健康。 不過這人只要有處理的人,大家可以在討論的時候,我會說。 不過我今天要說我人為,大家應該知道的,有些事情。 這不一定是讓大家的口味,不過請大家的那種,有興趣。 這個,這幾年又七十萬,已經是,差不多是換世紀已經的事了。 所以啊,師傅先生齁,我來講一個故事,希望透過這個故事齁,我們可以找一個, 的,開頭一想,台灣在那個時代,在世界所處的危機。 所以啊,希望,我來講一個故事齁,幫助大家了解。 所以啊,我來講一個故事齁,我來講一個故事齁。 啊,在那時候齁,在新生南路,跟新日路的高校齁,有一個國際學校。 啊,住在那裡的是外國學生。 啊,因為我的英文還算不錯。 所以在那裡有一些外國民流。 啊,我常去那裡,因為一方面,可以連英文。 因為一方面,可以跟他們找一些禁止。 因為一方面,他們的公司在那裡的公司。 他們...他們...他們... 他們喔,在那裡的投資館,學校的投資館人員借了錢。 他們在自己,美國的台海投資館人員借了錢。 那是可以有錢。 還是剛才台灣人借了, 在台灣齁,我常常去看過的。 那看到那邊,本來就看過了去沸騰。 所以,所以那扯金子來看是對於環境的人是有最重要的事情 三方面,就像在那些牙可以比較沒有顧忌,有一個高談過論 我在正台新聞所特地,第一年的時候 有一天,我去看那個國際學生的一個外國朋友 他在床上剛才有像中文的布紙 那個布紙上頭,那頭條,我有很大的自由世界一四年 我看下去就稍微動不了,我就說 這個ROC,哪是自由世界一關 這應該不夠諷刺 這邊評語告訴我,說 要比這個要更高的 他以前就告訴我那個西班牙,他說 他說,那個福蘭哥,西班牙的福蘭哥 他說,西班牙的福蘭哥 他不太喜歡,那是自由世界一關 他就告訴我那個故事 他說,你知道嗎? 以前以前我們大家知道,那個福蘭哥 跟莫蘇林、西特勒 都是正常的那個法西斯一關的一關 最像這樣,葡萄牙也相關 葡萄牙也是法西斯的獨裁政權 但是他應該是自由世界一關 所以他說,他在告訴我 提前我講的事情 他說,這個 這個福蘭哥 這個福蘭哥 他在前前,跟西特勒跟莫蘇林 我們就講這個高見嘛 所以 雖然他在這個 他在世界一關的事情 與他無緒重量 不過這個 但是我剛才講的事情是死心 所以在前後 那個西方這些自由國家 就覺得做一個事情不可以 就禁止他參加馬修的計劃 大家知道馬修的計劃 就是美國要幫助歐洲經的馬修的計劃 禁止這個西班牙 加立聯合國 我禁止他 西班牙參加北大西洋公約 啊 不過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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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農業。 那兩個就開始, 評論說,美國是怎麼怎麼這樣做。 結論只有三項。 第一,普朗哥是極端環境的。 第二,普朗哥對西班牙的獨裁統治非常穩固。 第三,西班牙的地区有很重要的戰力,有幾種重點。 我現在就要邀請大家, 最多想看。 那像佛蘭科, 換了酒街酒。 那像佳東海, 換了台灣海鹹, 那這是不是,就好像是說台灣。 齁。 所以, 我找幾本子有關林泉和這個美国素人, 掌百資。 到文中就去看齁。 哇。 自由世界齁 從醫療 西澳 北澳 跟北美的一些國家 可以說是自由民主 以外 以外就是一大堆 特裁國家 幾大堆啦 你說像李承宛 韓國的齁 啊 那個菲律賓的 大家知道嗎 啊 啊 啊 那個 啊 如果是特裁國家 就是英文叫做 Banana Republic 香蕉共和國 那種國家 那這個 另外一邊啊 共產世界是三塊 是蘇聯物 國家一堆 維新國家 衛生國家 Satellite State 所以啊 我講這個就是要給大家了解說 始終按那個時代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 因為你無論個人要怎麼發電子足性靈動性 你對你的支舞威總是要有挑戰 啊 我 我 現場第一年讀了他要去做冰做一年 連麻祖的檔券 啊 現場第二年 啊 沒什麼論文齁 我就拿到莊阿金 出國 啊 所長的行李以外 啊 頭上來就拿到蓋 蓋著這個 這個 這個 剛才我講的那個 那個 世界的圖像 啊 尤其是 Franc 和 九戒舊 會不會互相比拟 的那個 因為世界 最大的 你們的 這個 所以 第二 我 我來講一點點 我去美國以後的檢驗 開始劉備那年齁 是一九六四年 啊 那年還就是 加州大學系統 從博客來分享 Berkeley Campus 的 建倫自由運動 開始的一年 啊 這場運動是美國 美國的大規模 學生運動的第一年 啊 開始的時候 是 原來是 有這個 言論自由運動 開始的時候 有 有 厚厚的言論自由的問題 啊 但是重點 實在是 黑人的民觀 啊 和反對多少 多少 啊 這場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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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年 就六五年齁 那個 美國的一個 學生組織 我作為 student for democratic society 未來民族的學生 這 這好意思啊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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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重 目標是反對多少 參加的人 就有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我開始 去 開始去 踏著第一堆學校 是那個 Universal Peaceful Peaceful 大學 啊 他就六五年 你對我轉他 去 抗乃尔大學 Conell Conell University 所以 我 就這樣 我對他 那年 那年 你對我去 抗乃尔的 是 這個 這個 其他的運動 齁 就 繼續一直走 齁 所以 如果你北京話說 就是說 已經有這點 風火連天的局面 那 不過 這時間 六更以來 英文叫做 60s 會開始而已 他要 扶出來的 氣堆 和相關的運動 齁 越來越多 所以 敏感運動 我們 一多多年 運動 新做運動 New Left Review New Left Movement 以外 也還會看 核武的運動 對運動的內部 對運動的內部 發給 生長的第三部的 入管運動 好 這個燒弄 是不是 好 因為 這個時候 那時候 那個運動內部 因為 那個時候 脚趾在內部 這個 Sexy的名字 又是很難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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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去參加這種的運動 哪有辦法喝醉 這種的事 所以 他就開始在那裡 這相當的 是不是這個事 啊 啊 生態運動 也 有 我南非的 種族隔離的運動 種種頂頂頂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些 黑人 還要是 碎到 歐洲 到 日本 啊 它 無人的程度 我來影響到 其他 的國家 甚至 我們台灣 有些 狗� 怎麼有 很小的 的動作 啊 所以啊 無人怎麼有吃水的動作 好不好 所以啊 這個歷史的六空年代 普通 一般說起來就是我們從EQ63、64年 一直 進行到EQ74年 大概是這樣的 不過他的歌頂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EQ600年 600年 那年齁 連美國的三升總統 Johnson President Johnson 放棄到 放棄聯邦 那如果在那個 那如果 法國是要更加前菜 那個 學生跟江南連手 就那個 結果 那個 那個 戴家樂 戴家樂 變得 他就要離開 百雷 這是第一世界的事情 我跟誰說的事情 第二世來就是說 鳥山世來 印尼 布拉格之春 也有捷克 所以 這裡有很多 深色的事情 都在 六個年代 例如我生的 不過 我們沒時間人說這個 所以 這是我們 那個 一代的 留美留外的學生 所看到的世界 不管是在美國 在歐洲 歐洲 尤其是英國 法國 這個國 還是 日本 所看到的世界 所以 我們這代的人 我們 個人 所受的影響 常常聽到 有什麼 但是 沒有人 有辦法 完全 不受 這個 就有說明台的影響 我 我自己來說 我 中哈 他價國經 所以 不是 不是 這樣說 說不定 不是我孩子 所以 看到那個情形 好像 如魚得水 所以 那個時候 不是 是 學生 很多 教育 動靜 還是 參與 真的很多 所以 要參與 跟建設 各種外交 有這麼多 不方便 對 有這麼多方便 啊 所以 在這些 科學外交 科學外交 我看 有兩個 教育 學生的 朋友 不是 說 英國 美國的 學生 還是美國 澳洲 劉美的 學生 是 對 所有 自由世界 獨裁 國家 來的 學生 啊 到後面 一天 就給大家 共同分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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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在 獨裁 國家 裡面 的 經驗 對 啊 啊 我齁 到美國的時候就參加這個 大陸的科學 啊 不過我無病 沒有特別 啊 啊 沒有 最主要有 有兩個原因 啊 第一 我都不可以參加這個 科學外交 啊 啊 哪兒 哪兒 我又 認識說 參加那個科學外交 在 那 那段時間 裡面 比 參加一些 台東科學 裡面的討論 更重要 啊 第二 會記得我頭一段 這樣說到的 那個 這個 我頭 頭一段 裡面 我一段 有說那個世界 度上 啊 跟 酒店 比尼 這個 Franco 啊 台灣比尼 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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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塊的 事情 我現在在講 所以 美國 是 超級 共感 英文說 Superpower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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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來 第幾個 那 那 Franco的故事 啊 這真的是 一個 很困難解決的問題 但是呢 我總是覺得說 我總是覺得說 既就 我們要對美國改行 改行 改行 十分會說 對美國 有 不屆實際的 幻想 那 我們看來 老實說 是 有 有 有些人 是 是 連改行 就沒有 所以 在後面這個 問題 在那 不是改行 以外 我認識 齁 我自己也沒有 改我的辦法 不過我 唯一 覺得自己 可以做 可以聚焦 是 無論如何 都不會做不對的一項 事情 在 唱歌 一種獨裁的 我叫做 超穩定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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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個時候當下感情 所看到的我剛才說過各種運動 那不是就是那個美國的國民社會 所典型的一個我愛的實驗 你眼睛八個就看得對 所以我是一個社會的人 我不是這樣而已 我還注意就說 這不是只有一般人所說的那個政治運動 還是所了解的運動 那還有很多我以前 舉例會愛的運動 可以用來做這個凝聚和鍛鍊公園社會 這是一個一千年前還錄到的一個紀錄 剛才那給你看 所以 我 我 聽說是自己最優先去參謀建設和觀察 那 連接 一些 經驗和地線 阿爸會回到台灣的時候可以用 但是 在這裡有一個問題 美國的公民社會 美國的社會 會有這個 有這種的 外拉人 有一個基本的條件 就是說 第一 他們有公民抵抗 他的臺灣 公民的基本管理 這是臺灣的首部 所以第三 第三 我就要說 企精的情況是怎麼來的 跟那個時候 這些台頭民事不常見 我五百發家說要打賊國民黨 還是參與一個相當地名的民事講的說 要讓國民黨對這個地球上消失 我心裡想的是說 要怎麼 緣化還是鬆動 這個國民黨會跳 就是臺灣的國民社會 臺灣的國民社會 臺灣的國民社會 有發展的空間 發展的空間 所以 那一陣大家 這番中間國 幾個星期訪問美國 幾個星期訪問美國 所以 陰氣味酒 要如何企鎖他的 討論 我常常 也希望怎麼有你開始時刻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唱到爬子 他們 雙東的一些江湖 白天這個 他們當來的吉他派的 跟他小人 那 那現在能夠像這個修正 跟臺灣的 當然 管理道經一定會 又受到 那這樣就會緣化 還是鬆動 這個 KMP的 這個 超級委員長 會通過 這條路 這是一個很大的 幼貨 但是 另外還有一個 英文說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跟臺灣的 的幼貨 這個幼貨是 從這個 我念美國的經驗來的 這個 康蘭的大學 是 所有這個 長春藤林門的 大學基因 啊 經常 有一個 自由世界的 作者 來離國 就覺得說 就要來這 這個大學 建設 奉募一下 啊 所以 我自己 就看見了兩邊 有一邊 那是在那一段 樓梯的時候 才是時候去碰到 啊我 開始去問那個 我就開始去問 哈佛的朋友 啊是 所以 有 康蘭的 在 哈佛的 哈佛的 感受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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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因為有這個背景 我剛才說的 這個他們的修圍 風圍這些才有風圍 才有得太鬆弛 另外就是說 頭前的第一個有無就是 所以這有這個背景 所以鼻子在 這個 要牆我去參加氣氛 我無必要去到家裡就特別好 所以 EQ七個空泥的四個 EQ七個空泥的四個 在那裡 我跟大家說 因為 青青高的空泥 有些是 三個 不然很難受信 這 我今天 這幾個空泥的四個 這幾個二十分之間 我沒有白空泥 不然大家來這裡有家裡 可以問我 我可以說 所以 這 那裡 我 我 就 走到他 一整整整個年 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說 他的風泥有什麼 這 說得太細心 非常非常 是不是 不過就是 啊 就是 那個 有一位 這個 這個 紐約市的境界 啊 當中很快 啊 像我 在 要打前 會 手 用頂頭打起來 所以就打不到 所以失敗 不過這失敗 還是六四的一步 所以 時間 有限 啊 我就 不要再說 啊 如果 其他 要用的說話 包括大家 可能 感到更深入的事情 啊 就 我們再看看 看看 等下 突然的時間 啊 是不是 再說 啊 非常非常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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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打鼻罐 我們 收視 所以我們今天 應該跟他們說 麻在五點 所以我們自己看就好了 今天 本來表定的時間 是到 五點 但是 我們盡量在結束完以後 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繼續留下來 留下來 問 然後看 先輩的貼欄 怎麼樣 我們再來 判定 那現在就是說 當然我們 剛才說的 兩位先制讀 然後做很多的行動 受到整個歷史的 那種 氣氛的影響 活在那個 那個歷史的 條件下 考慮自己要做出 什麼樣的行動 來回應 這個時代的潮流 回應自己的生命 回應 一群受苦的人民 要做什麼事情 那當然 另外一代的人 就是很完整的 受到國民黨黨國教育的 完整的 洗禮的人 那這些人 怎麼開始覺醒的 怎麼開始成人行動的 所以我們也邀請了那個 維恩老師跟吳豪仁老師 那他也會幫我們做一些 整個的 歷史的 趴書 做一些說明 然後我們現在 熱烈的掌聲歡迎 吳豪仁老師 謝謝 謝謝欣甲 還有兩位正貴 好多好人 好多好人 時間優漢 那我就 直接進入到我的主題 我 我想說這樣 我用那個 用北娘的講 那就是這樣 那 年輕人的背 我走到外面的 電腦 我都可以亂講 我說一本話也知道 我都可以亂講 連你的一本話都要求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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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主 今天我其實是被 被那個 被那個 T2動員來的 而且他指定我要講一個題目 所以我怎樣去談的事情 其實他指定之後 我把它發揮了 就是說 他剛剛已經其實鋪陳了 就是說 他到美國 整個徹強案發生了 那個所謂60年代的60s 那我會在 基本上 會把它再更稍微放大一點 你看看說 這個 整個態度運動 在整個60年代的 全世界 那個叫做 新主義運動之間的一些 他的位置關係 然後 最後 然後再扯到他們兩位 然後最後再拉回到 那個什麼 運動中的個人主題性 我其實 以前我不知道你們還弄一個 這樣那麼哲學的主題 後來害我剛剛拚命的想 我最後的結論會談到這部分 所以我等一下會稍微 比較快的 全球性的脈絡 尤其是台中運動 跟60年代 一些全球新主義運動的關係 我稍微提一下 OK 那我直接說 不好意思 我把我的紀錄都寫在這個地方 首先是 我真感謝 說真感見 我們看到整個 總統都寫回路了 再來問彼得 你的回路都要聽出來 我拿拜託 那個主題的回路 就是說我特別注意到 彼得給我 assign 那個電話 那個60s 其實他的那個 那個政治財星 他本人是很謙虛 他剛剛這兩位都有提到說 60年代的影響 那我們從一個閱讀者裡面 我注意到幾點 大家看一看說 在那個書裡面的 60年代的一些精神的一個影響 比方說 他這個 曾經在 主在家 在62年去到美國 63年就參加Washington 那個March 對 然後呢 他事實上也完全受到那個 越戰 特別他受到越戰 一個當然是 反越戰的影響 反戰運動 但是另外一個是 反戰運動的另一面 就是說 越南人的抵抗 他受到的是 越南人民的民主解放運動的影響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款 他當時提到說 整個60年代的民主解放運動 越南 巴格斯坦 還有愛爾蘭 然後是愛爾蘭的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IRA 共和軍 那個解放運動 大約受到這個影響 那 同一個時間 剛剛那個Peter 他也提到說 他受到一些影響 我再補充一下 黃文雄他 那個轉到那個 康奈爾社會系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 康奈爾的那個 反戰運動組織的一員 然後他曾經參加過 其實是 佔領那個 康奈爾行政大俄 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 兩年前因為 Ben Anderson過世 我們辦了一場 那個紀念會的時候 我有把他當時佔頂的大樓 的照片把它找出來 OK 他讀的是社會系 1960年代的那個 新左翼運動 一般被稱為新左翼 他如果從社會學角度來講 是在1962年 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一個社會學家 叫 C. Wright Mills 他寫了一篇文章 一次避風信寄給新左評論 叫做 A Letter to the New Left 他裡面能宣告了 思想上的 新左的那個出現 但是從社會學 所以那個年代 讀社會科學的 人家不大容易說 不受影響 這樣 然後回到政治財政 他 事實上他是 他是一位建築師 他受到時代精神的影響 但他是在後來被逮捕 被從瑞典引渡回到美國 那一部分的影響是他在瑞典看到了 所謂的Welfare State 就是瑞典是北歐式的社會民主 比如說當然意識到社會主義的一種面貌 這樣 這個東西都是60年代的一個 一個實在精神的影響 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 然後第二個 第二點我們要來 從這裡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一個比較大的 從個人拉到一個更大的脈絡來看一看 說60年代全球新左翼運動 跟台灣的一個獨立運動之間的關係 其實這個所謂的60年代 如果從思想方面來看 他其實包括兩個重要的環節 一個是新左翼的思潮 新左翼思潮除了包含批判資本主義以外 還有很多他們所謂的後物質主義的解放 就是反對人的疏敵等等 然後還包含除了階級以外 新左翼有一個特色是他宣告勞動階級 作為革命先鋒這個角色已經不存在 接下來是一個新的階段 不是一個鮮豔的就是傳統的勞動階級 這是新左翼一個重要的思想 所以才會後來有可以 或者是黑人民權少數民族 或者是包括美國原住民族 印第安人 或者是同志等等這些運動的出現 還有第三世界的殖民地解放運動 很多種不同的解放 就是說那個認同 新的認同的形成 這個新左翼思潮的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所謂第三世界的殖民地解放運動 基本上你可以說社會主義 還有一個你可以說是所謂的認同政治 新時代認同政治 還有跟那個所謂民族主義 這幾個不同的東西 把它折得也快 所以那個巴勒斯坦就位 很重要的一個世界體系的一個理論家 曾經提到過 他把它稱之為 Anti-Systemic 反體系運動 包含兩種運動 一種是我剛剛提到的前者那種 反資本的或者是反各種壓迫的 我見過新認同的運動 另外一種就是民族主義運動 指的是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從那邊看就知道說1960年代 就是說台灣民族主義 在台灣獨立運動不大可能跟這個東西分離 其實 1920年代出現第一波民族運動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放在世界民族殖民地解放運動 他們到了二四大戰戰後之後開始開發結果 然後很多都獨立 都能夠成功的獨立這樣 那你可以從那邊看 所以說他們兩個 或是他們那一輩的運動的前一世代 就是剛剛你講的那個焦修廖 你講一筆就我下來了 廖文藝的哥哥叫廖文奎 簡單講 這種今天沒有時間談那麼簡單 戰後台獨運動 台獨運動戰前就開始出現 但是戰後有一波新的台獨運動 是二十八之後出來 他第一波的領導人是廖文奎跟廖文奎 廖文奎、廖文奎兄弟 那先不說什麼 這個廖文奎 他後來在東京成立一個 那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很多後來他跟1960年代的 那個王玉德先生領導運動是被切割開來 被認為是 後來那個60年代這一批運動者 認為說廖文奎他們是比較反動跟保守 可是事實上你回到歷史事實去看的話 廖文奎事實上他有一個前史 他代表了什麼 他當時曾經和那個 馬來西亞的那個獨立運動的領袖 東哥拉曼非常熟 在日本認識以後 他事實上是參與了戰後那一波的 亞非的那個獨立運動 他被視為是當時獨立運動領袖之一 還有跟那個菲律賓的總統也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說當時呢 他曾經被邀請參加1955年的萬農會議 大家知道萬農會議就是後來中共 現在中共呢 包括那個 那個彼是陳光欣在說什麼 那個一帶一路是萬農精神嘛 就是所謂的 要跟那個資本主義對抗的那些第三條路 捐究第三世界主義的那條路線 其實廖文奎本來是被邀請去萬農會議 以什麼呢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大動力 所以當時他們萬農會議剛形成戰後出席的那一波 第三世界民主解放運動 一開始是把台灣納在裡面 然後廖文奎是被邀請參加 可是被誰阻擋呢 被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 周恩來強烈的反對之後 他沒辦法去 後來呢 廖文奎的一個很重要理論家在蔣文介 寫了一篇英文的Position 要拜託斯里蘭卡總理去裡面報告 報告完之後 斯里蘭卡總理對著周恩來面前說 你們中國是新殖民主義者 這個是1955年的事情 然後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的時候 廖文奎是以國賓的身分被邀請去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那這個運動一直到1961年拿到高峰 為什麼 因為甘乃迪總統給了那個廖文奎 美國簽證 要讓他到美國不會作證 在最後一刻後來又湊回去這樣 那我意思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一個前史 大家看如果你放在全世界角度去看的話 本來在那個第三世界的一個 所謂民主解放運動的前期的時候 你看到廖文奎當然還是跟 那個運動是跟全世界運動是在一塊的 但是慢慢慢慢他被排斥出來 那當然很多關鍵就是中國的形成 等一下我們會再看看看 所以就是像50年代廖文奎的那一批 但是到了60年代這個時代以後 的新的一個世代的台獨運動 以王玉德叫做領導的那個黃昭棠 或者許氏凱欣剛這個世代 後來是台獨聯盟日本支部的日本 日本本部的那批領導人 他們在日本社會裡面跟日本的 60年代的其實新主運動 其實關係非常密切 事實上我們現在只簡單講說 目前日本的那個國際特色組織的日本分部 是台獨聯盟就是這批年輕人跟日本社會黨合作 跟社會黨議員合作一起創立的 所以但是他們並不是說後來像那個 統派講說東方都是右派不右派 事實上現在日本的很多那個 包括日本的那個親中派的那個叫華青豆 就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些人 他們的那個在日本的那個政治人權 其實是我們台獨派爭取的 OK 那是在日本的情況 主要他那個黑康當時正對是 少數民主運人權的部分 當然在很多情況下面 他沒有辦法跟當時日本的主流的 新左翼運動合作 主要的原因都跟 因為那個時候的那個 新左翼裡面很多人是親中的 因為他們是親毛澤東的 然後在日本大概唯一的一個例外 公開的主張那種 左翼的民主解放運動 大概就是死民 1967年的獨泰會這樣子 後來死民根據他的講法 他還跟日本最激烈的新左翼合作過 就是所謂日本赤軍派 那日本赤軍有好幾個派 所以我們還不確定 死民現在到底是跟哪一派合作 OK 這個可能還要再做一些 一些訪談這樣 在北美的話在1971年呢 死民跟北美一些年輕人 他們一起共同促成的一個叫俠聯 那個台灣精民 社會主義東聯 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 當時呢是有一個很有主編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台座的理論 叫做俠 左翼 或是台灣精民 不過這個雜誌最主題是統獨在一起 大概七號是社會主義才可以 到了1974年的話 然後就統獨分裂 獨派在後來頂阻台灣革命 後來在1977年 1977年變成台灣時代 台灣時代是後來 我們說七年代後期的那個 台左 海外那個北美台左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大本領 很多現在台灣台面上的 那個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這個我現在不可以說而已 我無憑所有人們都 都曾經參與過這樣的 所以你說民黨都是右派是說不通的 他們其實是有很複雜的歷程這樣 好 那我回過頭來說明一下 剛剛講的是歷史 一些事實面的東西 叫做新左翼當然就是左翼 當然它有很多是對資本主義的一些批判 但也有那個 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這個面向 那我們底下提到的幾點 基本上你可以說 戰後的台獨運動 它源於二次戰後的第一波殖民地的獨立運動 它和雅飛的獨立運動是同源的 但是在萬農會議之後 被什麼新興的第三世界霸主 就是中國 中國擋斷這個運動之後 就把台灣排除出去這樣 那萬農會議的取得 中國在萬農會議取得的象徵主導權 就是說 但是這個殖民地解放運動 大概在1960年達到高峰 一系列的非洲國家開始獨立 那時候全部都是中國在出道的 那新一代的台獨 事實上當時也受到很多鼓舞 但是沒有辦法直接跟這個運動連結 為什麼 因為中國取得這整個運動的第三世界的那個 這個霸得領導權 好 然後這個是關於那個第三世界什麼那個 那個解放運動的一個問題 然後在關於新左翼的思潮 特別是在避免資本主義的這一塊來看 戰後台獨其實 戰前就有台獨左翼 大家知道那個 包括農民組合 包括謝雪鴻 還有包括無政府主義者 台共無政府主義 還有那個連文青的社會民主主義 戰前已經有 但是這些東西在戰後斷掉 斷掉之後事實上是在 等於說戰後到60年代才重新出現 所以最有名就是死民 自己用自己一套搞出一個台獨的理論 不過關於這個左翼 新左翼 死民的那個台灣左翼的人 在1960年代出現 是大家知道 新左翼的很重要特色是反對蘇聯 特別是史達林主義 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 OK 所以死民的那個理論 是在那個時候出現 是屬於全球新左翼的一環 不過他也很難問 那人知道 新左翼 蘇聯垮了誰變成新的主子 是毛澤東 因為他搞無法大革命 被認為 被很多那個新左的年輕浪漫主義者 認為是這個 新的世界革命的一個 領導人士一 一個是毛澤東 一個是古巴 所以大家知道才會 我們台灣年輕人喜歡 穿一個T恤 上面有什麼 T恤 對 T恤跟他代表那個路線 也是當時全球的那個新左翼的 正在嚮往的幾種 新的中心 集中的一個 所以你的台灣 台灣的路線 也出現了一種 對資本主義批判的一種思想 但是呢 因為當時中國取得了領導權 大家知道 反蘇聯 剛好中國很早就開始反蘇聯 跟蘇聯有衝突 然後他搞文革成為一個 跟毛澤東叫貓義者 成為那個全球新左翼動裡面 一個重要的一個 一個崇拜的對象 這導致什麼 當時就算出現了一些思考 但是 台獨思想的這個 關於左翼這方面思考 遲遲沒有進展 要一直等到 1977年 那時候掙扎了很久 而且是中共的那個文革 已經到了末期 而且受到很多批判 那時候才出現了那個 台灣時代的那個 新的那個 簡單講 他連接到 戰前台共的綱領 好 那整體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 雖然這些左派的台獨 跟全球新左翼 你可以說大體上是 屬於說 共享同一個時代的精神 但是深入逢神 因為被 那個時候 就被中國因素排擠跟改了 中國因素不是任何 Nothing new 在台灣的那個脈絡當中 除了死靈之外 大概都被逼到右邊去 這個逼是不得已的 那個王玉德教授講過一句話 他說 為了台灣 為了要 為了台灣 不得已就算魔鬼也要跟他握手 所以有時候是被那個情勢所逼的 在日本的台獨運動 他們事實上 左派因為親中 所以壓迫他們 右派因為親國民黨 所以壓迫他們 就是說 他們事實上無處可去 各位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處境 那幾乎當時唯一不受左翼意識行 就唯一的沒有被壓迫的一個例外 是比較沒有受到左翼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影響的人權運動 人權運動比較沒有受到那種 好 左翼教條的影響 所以日本的人權運動 那日本人權運動 很多又是無政府主義者 就是反那種共產黨那一套 所以那一批人事實上 後來成為救援台灣政治犯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領導人 好 那我最後從脈絡來講 從前述脈絡來看 四獎案 我整個這樣看 今天是很匆忙 時間很短 我整個講一個 剛剛的語心的一個講法 你可以說四獎這個行動 是誕生前夜的台獨左翼行動 或者說沒有台獨左翼的台獨左翼 就是說沒有作為運動的台獨左翼 的台獨左翼行動 作為運動的台獨左翼還沒有單身 但是作為台獨左翼的行動出現 他們的動作顯然比那個時候的台獨聯盟的主流 要激烈的非常多 他們對社會的思考顯然比那些主流壞 要更複雜 我想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OK 所以我給他一個簡單的一個 這樣一個定性 那這兩個刺客很明顯 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左派 那這個左派不是那種教條的 毛主義那種的 他們對於 他們除了台灣的獨立之外 他們對於社會的正義 社會的解放 各方面都有很多期待 那我現在為什麼要談這些事情 一部分是 這個批勒給我講的 OK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其實不是要掀起左右論戰 這個時候掀這個東西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在台灣現在有點 大家不大喜歡談思想 一談到左右就很容易產生衝突 不過我只想要說明一件事情是說 戰後的台獨運動 其實是跟當時世界的很多先進的思潮 和歷史的脈動是同步的 所以它並沒有缺席 就你看到一天到晚大家在講 台獨什麼地方主義是什麼 非常的什麼 provincialism 或者說非常狹隘 其實不是的 當時的台獨是會出現 戰前的台獨會出現有19 19年一次大戰以後的民族自決風潮 戰後的台獨出現是1960年代的風潮 這都跟世界的那個時代的脈動跟精神 緊緊的結合在一起 沒有缺席 那個華勒斯坦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1968年是繼1848年之後的 唯一的一次世界革命 在那一次也是全球性的革命 那那次每一次都是針對政治主義發展的一些階段 所以說在1968年這個脈動 你可以把次講當成1968的一個延伸 從這個意義上去看 1968到裡面 比方說我們知道台灣有一些人喜歡講說 就是他們擁有的新主義 比方說那個是我們身分界的人 可是事實上你就知道說一個世界的精神如何 不可能被任何一個人壟斷 然後呢每個人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脈絡去理解那個時代的精神 然後再去行動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主要是要說明這一點 整個60年代 一直到70年代這個運動 都跟那個時代的精神很密切的關係 很密切的關係 但為什麼沒有辦法發展出 看起來很明顯的連結 那我覺得 我個人觀察是因為 這些台灣獨立運動者 特別是這些左派的 他們想要結合台灣跟 對所有弱勢者的一種解放 這兩個立場要結合在一起這個 他們常常連要跟弱勢者 站在一起都不可得 為什麼 因為很不可憐的 在那個時間 他們和中國 在第三世界的崛起 他們同時出現 身不奉承 你們要做招牌 爬於文基督就 中國起來的時候 所以說那個時代 如果你要變成一個左派 幾乎 automatically 你就要變成親中派 因為中國在全球規模上 是反美的 在這個結構上 在這種意識形態結構上 很容易造成這種結構 所以我這裡面沒有在批判任何人 在提出一個大的脈絡來講 但是其中當中要是有人 他們試圖走出一條 屬於台灣自己 不附屬於中國的一種 台灣自己的本土主義路線的話 處境就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簡單講 他們在那個時候 跟中國在第三世界崛起 他們同時也出現 所以呢 某個意義上來講 他們是被弱勢者當中的霸權所壓迫 當代很多人在講說 台獨運動思想上怎麼樣不進步 或者對台灣的什麼同族 嘲笑說 只要是台獨就是右派 什麼這些 我們承認台灣的獨立 在很多思想上 我們還有在發展跟深化 但是為什麼會導致這麼的一些不完整 或者導致一些扭曲 其實是因為 台獨運動在他的歷史上 是被強者和弱者 雙重壓迫的結果 簡單講 不只是被強者壓迫 也被弱者壓迫了 弱者裡面也有強跟弱者 弱者裡面強國說 你台灣人不可以主張 你們屬於台灣自己的進步路線 如果你們台灣人要走走快路線 你一定要跟我 要被我領導 那事實上就散了這樣一個結果 那 說到快點 現在建國建了一半 又碰到中國 惡度決起 這次不是第三世界的 這是全世界的決起 台灣人很快點 所以從次講到太陽網 這當然事實上是台灣人 沒有管理學長命運 想要反抗這個地緣政治 和意識形態結構的一個 壓迫的一個軌跡 這個倒極還沒結束 太陽網是小小的黨 就為中國的行業 但是還沒有結束 所以今天來到這邊 向兩位反抗歷史命運的 主體英雄致敬 對我們當代有很大的啟發 我們希望大家重新思考 提供這樣一個思想脈絡 給大家就知道說 所有的思想 所有立場都有它的脈絡 不要簡化 然後放回那個脈絡理解 然後從那個脈絡當中 才能夠真正創造出 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 具有台灣主體性的一個進步路線 好 感謝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請 吳浩恩老師來跟我們解說一下 看看他們有沒有那個 白目豆沙包風格 好 我現在沒有正前強化的習慣 你上課我都很想很少站在此來講話 這樣你快九點才講到七點 那時候才會到太陽話 吳浩恩剛剛講的那些 我聽起來 至少在 一直到 兩位其實都在赤腳那一剎那 一直到後面的 你雖然講到說有很多的台灣 從戰前到戰後 還有 我們台灣的獨立結合或是自學 始終都跟世界的市場是 市場其實也跟在一起 這我完全同意 但是戰後跟戰友還是不一樣 因為 戰後這一批受到世界的 至少要影響 不管是在北美 在歐洲 在日本的 這些回不去的人 他們受到的影響他們沒有辦法把這影響帶回來 所以在噴島呢 我們常在想在開玩笑說 我問不論我們都是巴黎人在出學行動運動 人家是68年我們等到86 等了83年8年的開始 那人家14年 可是68年之後再兩年整個就熄滅掉了 你們注意到說 那今年 市場是48年 那68年再往50年喔 1968年再往50年 剛才人家在講 我覺得那個歷史的斷絕才很可怕 這種 如果我們是個普通國家 那我們這些前輩們從戰前 於是戰鬥第二波 剛才講華盛斯坦的說法 其實 我記得哈拿爾特也講過同樣的話 當時在68年的時代 他曾經就跟他的朋友學習的講到說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在課堂上學到的是1848嘛 不知道未來 會不會有人喔 在他們課堂上學的是1968 那他 後來他們證明是 有延續上啦 一切他們這些國家 你要注意到68年學運 這個所謂世界性的學運其實 大家覺得非常的浪漫 非常的向往那些地方 幾乎都是民主國家 我至少是准許你抗議的地方 才會有 獨裁獨家什麼都沒有 所以 剛才有人在重新在整理 在 這個所謂的 過去這些 我們這些 可敬的前輩們 其實他們都沒有缺席 他們始終跟世界 就那個脈動連結在裡 有時候台灣的獨立其實跟世界是 連結在裡沒有住 但是這一段連結呢 卻沒有辦法 卻沒有到台灣 那好像說我們在 剛才一開始問說 同學在高中啊 有時候聽過次講 那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在高中學過 問一個法國學生說 你在高中中有沒有學過1848 有沒有學過1968 一樣有道理嗎 我們都沒學到 我們學到此 為什麼 那這個影響太大了 剛才兩位前面在講 在講的時候 我心裡其實 蠻緊張的耶 我覺得有很多 很多小朋友 可能根本就聽不懂 他在說什麼 因為語言的問題嘛 語言再加上思想的斷絕 那個傳承沒有接下來 那很多人 那現在50年 已經50年過去 我們回去來看1968 我還想到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個 阿多諾是1969年死掉 我記得他在1969 死掉的那一天 他寫公信給他朋友 他講說 他很擔心說 這個68 有很強的所謂的 這種極力主義 很擔心你 他覺得這裡面有 這很妙啊 因為 因為68年 那時候 那個所謂68年 最紅的人 其實都不是 啊 那個武學派人 都是那些 精神宅男 那種 武哲學宅男 不像 沈君那個 沈君凱那麼 帥的耶 那些都想很困難的問題 喜悶的辯證什麼 這裡面唯一紅起來 是Marcus 不是 武哲學 剛才不是講到嗎 他幾個點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的 簡單 明快 有力 反制啊 然後什麼樣子 解放 所以你看你把 他們都說68年這些 西方人 尤其是歐洲人 他把這六根 我們把他簡單的 證明說有三樣東西嘛 解放嘛 參與嘛 然後透明性嘛 對不對 要有透明 但是他們那個國家裡面 這個脈絡是對的 你想想我覺得很方便 你剛才 比特講到Franco 對不對 其實 這68年這些 所謂的New Leg 這是他們講的這些內容 說起來是 1934年開始 被這個 希特勒 趕到地球另外一邊 那些所謂共產主義那些 被希特勒一直趕 一直趕 希特勒就是跟法蘭哥講電視一樣 他們都是堅決反動主義者 趕到地球那邊以後 然後過了30年 在夾帶著所謂心理分析啊 文化批判啊 還有這個什麼 就這這 還有主代主義 那這回來 然後因為這樣感到外面以後 這個語會變得很容易理解 明快 有力 很容易就當到學生 非常非常的容易感動 那你說 沒有想到說 剛才都在講說 美國 他們受到美國的影響 因為從美國是 所謂 他根本所謂的680 其實真正先去排的那個是美國 而且在美國 雖然講到說 新流量等等 SDS 德國也有一個SDS 對不對 也是 也是680 引爆在法國那個巴黎5月之前 前面是南特 對不對 南特那個 我現在看起來覺得很不可思議的 太陽花 或什麼花 你知道有些 那種 心機都很荒謬 一個本來就很皮的學生 故意來一個什麼教育部的部長來 然後故意坐在一起 借打火機要點煙 那個樣子當然 人家看起來就很不爽 所以 校長看起來就要阻止他 然後他還 然後這個 他還故意跟他 哎呀 哎呀 你覺得像我們跳年級的每一個 腦衝筋 男孩子每一個都在想 怎麼樣做愛的事情 那怎麼辦 你們怎麼在你們對 有關青少年的教育裡面 都沒有寫這個東西 然後那個自稱是 所謂青少年專家的 教育部長 很浪漫的回答他 說 你要是腦衝筋的話 你就跳那個 魚泳池 去吸吸你的腦 哎 這種話呢 一點都不像是一個少年 對你了解 理解年輕人 專家應該說的話嘛 所以這種話 只要你講給其他人 小孩子聽了 沒一個小孩子就發脾氣嘛 這種大人當然不了解我們 所以 立刻就鬧起來 所以他的背景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世界性的思潮 或者說什麼18 把68年當成說是 超過1848年 是對於這個 那時候後來才慢慢來解釋 有68年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不斷在這裡面 因為你要記住他 包括了68世代的人 他們到現在還活著 雖然你看李年金啊 或什麼 可是算起來呢 其實都還活著很距離 他們可以說 從68年到現在都沒有退役啊 不斷在解釋自己 解釋自己 而且還要防衛 因為年輕一輩會出來問說 真的假的 那是真的還假的 尤其太多人呢 講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嘛 真正會去相信那些 當時那些偉大的價值的人 只有兩種 有一種是像他們 只有會開箱的人 真正相信的 第二種人是笨蛋 你腦筋很單純 所以他沒有辦法負擔 太複雜的思想 很多人都翻的啊 那在這個時候 我很坦白講 我看了這個 主持人家 這些人這一部 我看很痛苦 因為這一本書呢 有很多部分呢 是在告訴讀者說 吃獎呢 跟台頭園門無關 台頭園門那些陶人 那些領導人 其實呢 他們其實都 想要脾氣 然後只想要收割 那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說 黑名單應該都是英雄 那事實上未必 那這個地方落差在哪裡呢 我坦白講 就是說因為 你是被禁錮的一群人 在台灣 然後有一些突然跑到美國去 你憑什麼 你已經快30歲 27歲30歲了 然後你的人格都完整 突然之間 給你換一個環境 你跑到60年代 全世界最熱鬧的美國去 你就會受影響 你騙我 那個時代受影響 那個是美國 在那個時代 不是只有選擇運動 不是只有公民運動 他也最強的那個 軍產學複合體 保證你的生活 無力 可以上輪 可以上輪社會 然後說要相信美國帝國 這一套更大 我們這兩位其實是 跟自己過不去的脫落者 其他那些人不是啊 你看他都是教授嘛 其實我們都這麼好對不對 這個我在日本 我也看過 我26歲的時候 我第一次到 25歲的時候 第一次到日本去 有一個好朋友 他帶著我在東京 拜訪所有 我所知道 你想像得到 所有各派系的那個 開讀的領袖們 包括史林啊 然後什麼 練本幹什麼 有的沒有 郭隆基博士等等 當然你不用講 我一定最喜歡史林 就好像說 我一定會最喜歡 Peter跟 那個 正志才先生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人對我來說 他我不是不尊敬他 可是我就覺得他不是原歸 你知道嗎 原外 這一批人都 你看我們這邊有三組 我自己安排 我全都是故意的 Peter跟正希先生 大了我們三十歲 我跟無論 大概大恩 又三十歲 我大概有這種年紀的時候 我去認識那些人 我只有一個感覺 這些都是原外 我根本不相信說 這個怎麼可能會去用武裝 我當初還聽 許志感先生跟我講過一個故事 我當初聽了也是很尷尬 覺得很有趣 跟志兩可以對比一下 在那個時代 那個台獨聯盟 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請郭寬敏先生當主席 那有一天郭寬敏先生回來 把許志感先生找來說 欸你們去想辦法去弄炸彈 為什麼 他說我今天跟那個日本朋友聊天 人家說 你們要動輪 你們怎麼沒武器 也沒有根本就 也沒有槍 也沒有什麼槍帽 你可以再獨立個屁 對齁 奇怪 我們聯盟好像沒有那個武裝 有沒有那個什麼軍事部門 好 你們兩個去給我發展出那個自治炸彈 因為那個時代 日本開始已經從 行動運動到後來就開始走到激烈的那個 通常都最後兩年 然後接下來就是 變成吃菌啊 或者恐怖主義 然後下去敲成料 那但是開始有這些東西 就是說很多化學系的理工科的高速 你說其實 所以你只要看化學科 你就知道怎麼樣做炸彈 教練你要研究 但是被教訓做那個炸彈 兩個人一次讀法律 讀政治啊怎麼辦 跑去脫脫 我問你怎麼樣 研究了一個多月 最後我們做到一個鋼管 裡面想辦法塞什麼東西 然後跑到那個江戶山附近去 馬上去試看 爆炸了 好成功 回來跟那個主席報告 報告主席 我們有武力了 然後主席就很好 交給我 然後徐老師 徐老師 徐先生跟我講說 他們那時候好高興 小朋友 說之後要行動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有了嘛 那也是過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都沒有行動嗎 他等於這麼跑去問 郭光明先生說 報告主席 我們不會行動喔 我們不要行動嗎 那郭主席怎麼做你知道嗎 幹嘛行動 我只要讓人知道 我們有武力就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這樣子嘛 當然史明先生他說 真的有趣 可是我跟你講 這兩個人開箱 我們是看到的耶 史明說 我沒看過六台那個 那個中華民國的火車 我沒看過 我在醒他說真的 我沒看過 不相信 那個參加過中國 我講說 一公公都看碰碰碰碰 我們的社會 雖然我最喜歡的還是史明 那時候 他叫我來塗台 我菜都答應了 後來我想想 我覺得這些人的知識都有點問題 我 不是啦 我是說 沒有說服我 所以後來想想 我去了 在那個時代 所以 我說 這些東西呢 如果今天我們不是凡楚 因為我們過了三十年了 後來我們也 特斯諾也認識了 鄭先生認識 Peter 聽他們在講 像Peter在跟你講說 我覺得鄭先生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我為什麼 我一開始這本書就講清楚 很多人都說要吃獎 可是如何吃怎麼弄 然後為什麼要吃呢 他一開始想清楚那三點 那三點清清楚楚的嘛 包括說 這次來美國 因為他們太相信美國 所以沒想到那個護衛就很少 第二個呢 在美國你開箱 美國是法治國家 我不會動 我不會說像在 像在什麼中國 或是在台灣 你就會不見 因為什麼都不見 第三個呢 這個東西呢 媒體都大爆對爆 這個三點 我都能夠接受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 正確的判斷 Peter講 我就不太相信了啦 那時候就想到 整個世界那個 然後Franco怎麼樣 然後敲 Franco那我相信 我意思是說 那個 什麼當時 什麼這些 這個蔣介石 這個圈子裡面怎麼樣 我稍微把它弄 弄 弄鬆動 一個什麼事後 讓他們的內鬥怎麼樣 怎麼樣 果然來一次 試一下 習近平你看看 我告訴你 獨裁這些人會找到自己的路了 你鬆動他 不會改變 那個 因為只要有美國島 那個當時在造的時候 對不對 你換一個再差勁的人 換一個什麼 蘇力學什麼 甚至說換一個誰 都OK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灣的 絕大部分台灣的人 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些東西 我們當我們在 我跟吳瑞隆 我們在做選擇運動的時候 他說 拜託你再去翻譯 那個什麼日本全共鬥 有沒有 那些圖片啊 幹嘛 我爸爸出去到日本去的時候 買一本全共鬥 什麼紀錄回來 好嗎 看得好感動 什麼都看不懂 看得好共鬥 什麼什麼 哇好感動 這麼多人 把校長綁架 一下關了他十幾天 然後跟這個什麼機動隊 什麼都對峙 然後還跑到基督線去 趕快去看 安典獎堂上面那個 一槍彈 彈口 就覺得很感動 現在你知道嗎 有一個日本朋友 他是大阪人 他知道我在台灣 他很激動 他激動什麼 對我很好很好 然後有人一定要帶我去大阪繞 那時候已經1990年了 我剛剛去北洛繞 然後他說他帶我去到大阪 可是第一站就帶我到爬信尾 我說為什麼帶我到爬信尾 這個爬信尾跟人家不一樣 你要我看一下 結果我就跑去看 跟普通爬信尾一樣 你看牆壁 牆壁有什麼 有彈孔 我想說 牆壁有彈孔 所以是怎麼樣呢 他說這個牆壁的彈孔 就是你們台灣的所謂 四大槍提交班的 楊爽五的 本來是被開的槍 我說 我說上禮拜才去岸田獎堂 看那個機動隊開的槍 彈孔 然後我同時看見這個 兩個不同牆壁上的彈孔 這兩個有什麼意義 他說這個是幾年前 楊爽五那個逃到日本去 因為他媽媽是日本人 那是幾年前開的 他告訴我說 為什麼他 就帶我來看 因為他覺得說 他覺得台灣來的人都很不簡單 不是怎麼講 他說他那時候 他當時 吳宇森的電影很紅 什麼英雄本色 有沒有 就培養什麼 小馬哥 迪龍 或者是說 周倫發 他說迪龍跟周倫發 在那個 吳宇森的電影裡面 所向 一個人打幾百個有沒有 可是這兩個 要來台灣 出差的時候 有點害怕的要死 你說再回去再看 因為我們這筆記 迪龍跟那個 周倫發 他們 在裡面 在香港都 守上無敵啦 可是他不要到台灣的時候 結果他擔心會出事情 後來果然在台灣出事 不用來被關的問題 他意思是怎樣 結果日本人看了這部香港電影以後 以為全世界最強悍的流氓 就在台灣 然後呢 台灣的那個 流氓 跑到日本去開槍 他也覺得不可惜 因為日本流氓 絕對不會在普通人 活動的地方開槍 那第一次呢 就打破這個禁忌呢 就在一般市民生活的地方 開槍會出台灣人 所以他們都台灣人 哇 因為台灣人喔 日本人要開槍前還問 欸 你還給我一槍 你什麼盲牌 然後再要去八代主 只要有一點點關係 就大就不大了 那雖然日本人的地方 就變得很軟弱 因為台灣人居然 就開下槍了 原來 90年代 日本人以為台灣人很強悍 當然這個事情再過三年以後 被台灣人的強悍 就被那個 中國流氓強悍救了 中國流氓就在大街上 所以互相不要來不要去 然後全部都打到 日本人 突然間台灣人就 我遺憾 那台灣人的子彈 台灣軍陣的去打 那個日本流氓 只是不小心打到牆壁這樣 那我們在迷 全共都是取一個屁啊 他六八年 到了天空的時候 鬧得那麼厲害 到了差不多七年 二十年喔 所有日本人都變成這樣子 我到去年 前一年我們那個太陽花之後啊 有一次有一批日本人 學生喔 老師帶學生跑來看台灣的 就是 就是小英選選上的那一晚上 然後 後來去看完以後呢 他們在一起吃飯 我就跟那一學人 他說請問老師 我老實講幾句話 我就說 這樣好了 你們日本人齁 其實我跟妳講 從福島之後 日本人 到底這股票已經滅亡了 你們都已經死掉了 可是你們都不知道 你知道有人會這樣嗎 死掉不知道自己死掉 還在那邊生活 有沒有 有一個人在說 欸你不是死掉嗎 他就表著出來死掉了 我想看有沒有這種事 當然沒有 他們活著齁 我精神上的人都已經死掉了 所以你們居然選一個阿伯出來 然後他現在還要 重新再啟動 這個核能發電 然後他的政權 看起來還可以再撐很久 我說你們這個人完蛋了嘛 所以你們這個出路 什麼出路 你看台灣流血 都我們來幫你教 我就不相信說 這樣子的東西呢 可以追溯到什麼 蔣衛水啊 可以追溯到什麼 廖文藝啊 為什麼那東西都斷掉斷掉斷掉 可是呢 當台灣一開始解嚴之後 或是說至少在80代 開始我們 已經慢慢的鬆綁之後 我們就會想要知道那個歷史 那些歷史 對我們突然就變得很有意義 次講 如果我們現在 今天呢 仍然還是過去的黨國統治之下的話 次講對我們永遠是 你不知道是正常 你知道你就會被抓去關了 現在我們不知道我們想要知道 而且知道以後還要讓它有意義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看法跟個人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我覺得天佑台灣 你覺得說我們怎麼那麼倒楣 現在又要走 好不容易到這時代又出現中國怎麼樣 那還有什麼關係呢對不對 敵人越強越有趣 其實我們心裡都知道嘛 就是說 如果一對一啦 然後做品質性的話 那那也輸 對不對 我有一天 我跟我老哥在聊天上講一句話 我突然笑出來 但我們這麼認真的 希望說我們雖然小 但是我們是一個非常 有 就是說文明 而且真的文明是最高點的這種 國家 所以呢我們就 認真的讀書 認真的思辨 所以 然後希望呢在思想戰上的東西 應付全世界那邊 就像剛剛講 不管你什麼右派左派 強子都要欺負我們的人 我們在思想上都不會輸給他 當我們練成的功夫 開始突然覺得說 已經覺得說 好有把握了 走去哪裡都不會輸啊 確實我們的試試看 比方說我到日本 都沒有輸過啊 可是呢 他說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中我宣布說 我本來在講土力 我就是要打你 今天突然不講什麼思想戰啊 不講什麼左翼的 不可能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騙人他什麼都不來 他其實全部就突然就是用流氓鼓 他說很認真很氣餒 他說我們準備了三年喔 潛肥幹嘛就是為了要打什麼這一仗 結果後來那個人出來說他肚子痛 今天不來 或者說他突然一槍掏出來就把你打死這樣 你不說講好是要打泰拳嗎 結果他要打槍出來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才好 因為你在這個狀況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在這裡 聚在這裡 從這種國中二年起 一直到八十多歲了 我們在討論下一個 一個刺殺案 不是像蔣介石那種 派人去罵案殺敵人欸 經過那麼多的思考 而且有整個全世界的視野 而且是弱者的 一種有意識的選擇 像這樣的東西 這種 這種機會多有趣啊 但是在中國呢 中國現在是 中國最好的大學 北京大學 現在已經確定了一件事情 他們已經要開課 要來專門來研究 基金比思想 研究所 研究所 你看 是跟強權度相 那這個社會突然就好輕鬆 不用在那位的時間 跟什麼左交不左交人 那邊對他 其實我剛剛講說 我覺得 Peter他們這些人 跟 雖然也會講一些 new life 什麼 或什麼 我跟你講 那跟歐洲很不一樣 歐國那些人 真的超snobbish 光是德國SDS 他們柏林大選 有關 左派的 學生團體 1968年的時候 就有100多個 而且大家在打開打去的 也就是說 你根本不可能掌握 所謂的真正的什麼 左派是什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詮釋權 可是我們這兩位刺客 他們去的在美國 是在所謂的 六八年裡面 唯一一個很例外的東西 就是說 他們不需要 依賴共產主義 即使說 他們抵抗的政府 是 是那種以反共 來做到意識形態 但是反政府的人 不需要拿共產主義去對抗他 所以他們也不用 除敗毛澤東 你現在在巴黎 你現在什麼 沙特他們這些人 他們可以 又知道說 對於 文化大革命這種 跟genocide的一樣 跟有屠殺 有代人一樣的犯罪 是弱無毒的耶 他可以變成這樣 可是呢 有 common sense 的 地方感到不同 剛剛來逼得我說 你最後連結到什麼 是公民不服從嘛 你講的是 civil disobedience 你講的是 human rights 像這些東西呢 他沒有什麼 有什麼 了不起到 你需要用到什麼 馬克思爾 或是說 阿多多沒有腦袋 不需要 那就是正常人 太陽光是在 他們的時代對我們來說 就是正常人 正常人 唯一我們擔心的就是 天然毒 因為天然嘛 天然就是說 你從來 你可能沒有思辨過 所以你隨時又可變 從天然毒 變成意識筒 或者是現實筒 阿我們是被強迫筒的呢 後來經過思辨 然後 而且坦白講 付出很多代價 然後現在變成 某種毒 可是無論怎麼講 坦白講 人性被扭曲 要恢復是很難 難的事情 沒有人說為了要 獲得堅強的人性 所以要先讓 你要扭曲一下 通常被扭曲很難回來 那你們本來就沒有被扭曲 所以呢 能夠超越這些 從蔣衛水以來 這些人 直到我們這堆人 直到我們這堆人 就只有你們而已 但台灣 我們最大的 可以扣水的收拾就是這樣 我們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強 那一代比一代做的呢 就是現在研究中國的那種國家 不用擔心嘛 可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等一下你們還有QA可以繼續問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快 已經9點10分了 但是呢 恩恩你不要客氣 因為他們都是惡惡惡 你只有一個人 所以你可以講9點 然後我們就聽一下 許恩恩她是在有參與奧太陽華運動 那同時之後再繼續做研究 那當然她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 另外一個不同世代的觀察 自我反省批判或者是 批判前面或者批判同輩 或者是提出她自己未來 這個新的世代要往什麼方向走 因為究竟這個國家 台灣的未來 很多的部分 他們要負擔很大的責任 然後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許恩恩 大家好 我叫許恩恩 這是本名 然後我現在是新大社會所學生 以前是台北大學的社會系 你要先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很小隻 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你可以坐著 你也可以站在椅子上 大家好 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覺得我很誠實的說 我被邀請來這個講題 然後跟前輩們一起語談 其實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斷裂感 那為什麼 我是1992年出生的 蔣經國死掉的時候 我還沒有出生 所以 所以我必須說 我對於刺殺獨裁者這件事情 我只有讀書的時候有讀過 就是讀政治社會學啊 讀說刺殺獨裁者 其實對於一個威權政體 其實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大概是從知識面來理解說 其實台灣也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嘗試 可是對於從事社會運動 或是從事社會改革的一個行動者而言 我腦袋裡面從來沒有出現過 要去刺殺 譬如說馬英九 或是刺殺誰 我腦袋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很難想像 但是我也很敬佩那個時代的人 包括他們剛剛前面幾位講的 在這樣子的脈絡 這樣子的時代脈絡底下做出這樣的選擇 對我來說很難想像 但是對於他們的個人 我覺得我是很敬佩的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覺得今天其實重點還是幾位前輩 所以我想 沒有啦不行 我想 我很簡單的講三點 你不能回避你的責任 不能回避你的責任 好 就是作為一個 就是沒有 就是對講家其實沒有什麼概念的人 我也有一些責任 我大概講三點 一點就是從這個斷裂感出發 第二個我覺得恐怕今天來的人 我覺得我還是有一個責任 是要講一下太陽花 就是 所以我第二個部分會講一下太陽花運動 自己的一些經驗跟觀察 最後我會講一個非常跳痛的東西 就是說跟今天可能會非常的無關 因為我本來收到主辦單位的通知的時候 就說談一談個人跟運動的關係 那最後我要談一個非常個人 非常personal的東西 然後也許跟今天幾位 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直接關聯 但是我會想要提出來 在這個地方給大家思考一下 好那 我剛才講到我是1992年出生的 那講家對我來說其實它就是一個福馬 它就是一個象徵台灣的一個威權統治 這樣子的一個福馬 但是我其實不是所謂的天然福 就是 至少我們家的背景 其實沒有讓我從小就是有一種 台灣要獨立建國 或是意識到國民黨的殖民統治政權 這件事情其實我不是自然而然就知道 是 但是我很幸運的 就是當然受到了教育的啟發 我從來沒有讀過三民主義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讀過三民主義 然後就是 雖然說次講案也沒有出現在課本當中 但是我必須承認 就是我覺得教育對我的影響是蠻大的 如果你突然跟我說我是中國人的話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覺得有點突然 就是我從來沒有踏進過中國的那塊土地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但是我是在上大學的第一年 就是剛上大學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陳大有那個發生零二社 就是波七 蔣介石同向波七的事件 其實從那個事件之後 在一連串很多的 在大學裡面的討論行動 慢慢的其實我才非常的認知到 就是說所謂的 到底過去的威權統治的政權 做了哪些事情 台灣歷史的真相 我是從那個事件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才慢慢的開始 穩固自己作為一個 maybe台獨青年 或是說台灣主體意識 就是大概是 這個時候我才比較篤定 自己這樣的一個認同 那我讀大學的時候 大概2011、12年 大概是馬政府的第二任 那個時候其實大家如果有印象 就是那個時候 抗爭其實是風火連天 所以其實在我們那個時候 都會有一個蠻強烈的一個意志 就是說我們要打倒國民黨 就是這個意思是有的 可是那個比較基於一種 在一個政黨輪替的 這樣子的一個邏輯之下 我們要搞垮這個政權 而不是因為我們曾經受過 國民黨壓迫 所以我們要毀滅這個知名遺毒 我很誠實的說 就我們當時其實不是這樣想 是在政黨輪替的那個邏輯下去 想說我們要搞垮國民黨 那後來當然也成功了 就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思思考 是很不一樣的 但我們透過 後來透過一些歷史的學習 包括我覺得 為什麼跟前輩語談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要重新拾毀 就是 原來其實我們是有經歷過 這樣子一段的歷程 在整個世界的思想的脈絡 在整個台灣的地位的一個發展的演進的當中 然後 所以我們會開始認識到 其實對國民黨的舊責跟清算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到我們這個時代 開始搞運動 經歷了國民黨之外 像現在是民進黨政府的執政的時期 我覺得我們看到的東西 其實比起消滅國民黨跟台獨建國 有更多的是比如說環保人權 勞工性別族群 程序正義等等的 這樣子的議題 可能會是更吸引我們 年輕一代去從事運動真正的理由 但是我們這樣子的 我們之所以有辦法這樣子主張 之所以去嚮往這些進步的價值 其實是奠定在過去的人 他們為我們爭取的 台灣主體系的這樣子的運動 這樣子的基礎底下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去 雖然說 當然我當然不代表 所有我這一輩的人 還是有很多我年輕的同伙 他們是以獨立建國為目標 在從事運動 但我很誠實說我個人不是 那很多的經典時代 可能也不這樣想 可能因為我知不知事實態度 就我當然支持 就是我是一個 就是很清楚我自己的分土意識 分土認同的人 但是我們從事運動的時候 可能不見得以這個為一個 最重要的目標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今天 可能就是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就會想要分享的一點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談談太陽花 其實太陽花也是很歷史偶然 剛才講到說 那個美國的警衛很 沒有想到就是會那麼鬆散 其實大家如果有去參加三一八 其實大家也知道 那些警力怎麼會這麼少呢 就是說這個門 那個門裡面都沒有掛 一撞竟然撞開了 就是說那也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讓我們闖進去立法院 但是關於太陽花運動 就是現在已經快四年了 雖然說這邊運動 這是四十幾年 就是太陽花運動才四年 但是我再重新談談這件事情 是想要從一個地方切入 就是其實大家知道嗎 就是很多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夥伴 一些深度的參與者 他們很討厭太陽花這個詞 很討厭說這場運動叫做太陽花 他們會寧可說 譬如說這是三一八運動 三一八 可是可能不會想說是太陽花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被媒體過度美化神聖化的一個詞彙 雖然這場運動它其實啟蒙了很多人的政治儀式 剛剛有一些參與者有提到 然後其實運動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是我們也知道其實 包括現在已經運動大概將近四年 其實當時還是有蠻多的人 在這場運動裡面其實有很多 因為在很慌亂很緊急的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有很多的夥伴之間其實彼此之間有信任 情感可能有裂痕 甚至是後來可能有些參政要如何參與政治的密件的分歧 然後包括行政院的鎮壓還有當時的退場決策 所以其實很多人不喜歡看到太陽花這個詞被媒體 大眾政治人物天花亂墜的使用這樣子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講這件事情 我回頭是要講說其實我現在很接受太陽花這個詞彙 那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反省 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把自己做為運動的 放到一個比較後面的角色 去對面對大眾社會的謙卑 當這個社會都是用太陽花這個詞彙來認識這場運動的時候 偏偏你運動者還要在那邊強調 欸這不是我們當時決定出來的啊 然後我們當時作為深度的參與者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有一點過度的在放大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認同我的一個 其實我的反省反而是對於太陽花運動這個詞彙 我們怎麼去理解怎麼去闡述它 我覺得對我們這個詞彙我覺得有一個這樣的反省 我們學運 學運領袖 學運幹部 學運參與者 這些光環真的太多了 很多人會注意到我們 很多人會來訪諾我們 會講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們已經做了太多講自己的觀點 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我反而在這個地方就是有一點反省是這樣 那太陽花運動其實有一個特點 就雖然它有一個核心 可是當時的占領立院的 包括行政院然後還有外面的道路 其實是有好幾個空間 不同的參與者其實待在不同的空間 那所以常會看到可能同樣一件事情 在一場運動裡面不同的人 他有囧然不同的判斷跟感受 這聽起來很理所當然 但我想要講的是我認為太陽花運動它其實也 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政治的想像 其實是多元的 每個人對於要怎麼做社運 怎麼做政治運動 怎麼做改革的想像 其實是很多元的 包括我們要如何生活 如何一起日復一日的 去撐起那個佔領的現場 中間是有很多的衝突跟磨合 然後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暗示了 我們未來從事政治運動 必須要去面對的挑戰 就是這種多元需要磨合的過程 所以太陽花運動對我的啟發 其實是這個 當時我扮演什麼角色呢 就是我是在議場裡面 議場裡面有一個數目分工會議 不是做決策的會議喔 是大家可以想像那個立法院裡面 有什麼清潔柱 然後物資柱 糾察柱等等不同的組別 那我們每天要去撐起那個佔領的場合 其實有很多的數目會需要討論 那那個時候我就是在議場裡面 扮演那個數目會議的召集人跟主持人 然後所以我覺得太陽花對我的啟發是這個 就是說當你面對到一群可能是素人 第一次來參加運動的 又有一些老鳥 然後大家帶著很多的辛苦 很多的情緒來開會 要怎麼樣讓大家可以一起在那樣的搶合做事 然後每個人是可以感覺到他是被接納的 那這個其實影響了我後來對於運動的想像 就是說不再只是我們少數的人討論出一個進步的訴求 然後我們就去倡議 而是我們帶著我們的訴求 跟更多的人一起對話 跟更多的人一起走下去 就是所以後來我參與的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然後就做公民憲政會議 然後還有後來最近在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就是我們在做希望透過公民審議的方式 可以去擴大一點運動的可能性跟對話性 其實這個東西是太陽化運動帶給我的學習這樣子 那從一個比較高的視野來看 其實我們的確 我們這個世代 的確是面對比較彈性跟開放的政治空間 坦白說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可能是這樣 坦白說是這樣 所以我們簡單來講我們更自由 但是也因為這樣我們沒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在面前 我們不會自然而然的走向團結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會開始想到的是作為一個行動者 我這一代我這樣講應該是不為過 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參選的參選 然後搞政治的搞政治 然後做政黨做社運做學者的路線 就其實大家在各種位置上 但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同理在不同位置上的人 他們做的思考跟選擇 然後會不會有一天真的到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們這個世代有辦法合作協調 然後理解不同位置的處境 然後磨合出我們對於台灣 要如何走到更進步的一個發展的共識 而且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就看得到的 我覺得這個不是只有我在想 我相信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我覺得我們在想的是這件事情 在我們這個時代要促成改變 已經不是靠英雄了 靠一個英雄 捅出一個英雄是沒有用的 即便表面上有 那其實背後其實是很多很多人的臉帶的關係 那所以這個是到現在太陽花快要四年 這是我目前的一個感想這樣 那剛剛欣凱介紹我還有一個身份是研究者 但是很抱歉我論文還沒寫出來 現在是碩士班三年級 就是說那個因為論文沒有寫出來 所以不敢多講我研究發現 但是我參加了就是無建民老師 就是中醫院社會所的無建民老師 就是我們的研究團隊其實有做了非常多的訪談 我們訪談了大概超過50個人 有跟我同時代的人 然後也有跟我不同時代的人 那我也不講他們講了什麼 因為這有研究論理的問題喔 但是我想講的是我在訪談年輕人 跟我差不多世代的人的時候 會發現說特別是台北的學生 太陽化這場運動對他們來講 說是要改變他們的人生都不為過 很多人因為太陽化運動 而改變了他的人生 他的選擇 或是他從此看待世界的方式 可是在訪談那種譬如說MGO的幹部 或是年紀稍長一點的人 那個狀況就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狀況是 太陽化對於 即便大家回答的內容答案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們回答問題的方式 會有一個趨勢有一個趨向性 年輕人跟稍微年長一點的人 真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也在想真的只有這樣子嗎 後來我寫了 我跟吳建銘老師還有研究團隊的夥伴寫了一篇文章 我們選擇是以NGO 就是所謂社運組織的角度切入去研究太陽化 那為什麼呢 一方面是我覺得我自己寫我自己時代的人 我覺得有點自我正成的味道 我覺得我自己講不準 那另外一個其實是在回應剛剛的那個反省 其實我很希望可以去理解到底在那個當下 當時我們年輕人在現場都覺得 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我們才在一個歷史的位置 我們是這樣想 可是其他人是怎麼想的 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反省 所以我們反而寫了一篇從NGO觀點出發的太陽花運動的研究 那其實透過去描繪這些他們身上沒有太陽花的這個光環 他們也不會被標誌為太陽花時代的這一群人 透過去描繪這一群人 其實我想做的事情是 類似於做一些世代之間的對話這樣子的工作 那所以這個就是如果有一天就是研究如果有有幸可以出版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再去看看 其實太陽花運動不是學運 就是放越長的尺度看它更不只是學生的運動 不只是年輕人的運動 其實還有很多精彩的東西在裡面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 因為這個題目叫做從歷史運動中的個人主體性 很抱歉我沒有什麼歷史觀 然後我就是也沒讀什麼書 就是說對於世界怎麼發展其實不是很知道嗎 但是我想要講講我個人喔 我其實最常講的東西 都是在一些以性別為主題的場合講出來的 可是今天為什麼我覺得特別很重要來到現場 是因為我就是要在一個 不是以性別為主題的地方講這件事情 就是呢其實是很 就是剛剛前面幾位前輩遇到的 其實都是很大的政治改變跟很大的政治事件 但是我想要講我們如果各位想要知道 我們這一輩的運動得到裡面對什麼樣的困境 我要很誠實的說 其實是跟親密關係有關係的 那是什麼呢 我沒有被性騷擾過 我沒有被性侵過在運動圈裡面 可是呢我曾經交過一個伴侶 一個男朋友 他也是搞運動的人 我們都搞運動 我們是革命夥伴革命同志 可是有一天呢他誤打我 所謂親密關係暴力 或者是就所謂的家暴 然後這件事情發生 但一兩年之後 我們有透過法定的調解程序 去做一個處理 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去理解的事情是 他打我他是一個犯罪者 可是他一樣被社會運動所接受 然後我不是說跟他合作的人都是壞人喔 然後他們上號他們做的事情也是對台灣是有利的 可是有些人就會開始 我覺得是某種自欺欺人的去詮釋這件事情 去非常慰善的理解這件事情 去包庇他的犯罪 那我想要講的是 其實對我一個運動者而言 一個年輕的運動者而言 最大的衝擊 對於要不要繼續搞運動最大的衝擊反而是這個 那我常會自我懷疑是不是我不夠堅強 平常在街頭被警察打都沒事 怎麼被自己的男朋友革命同志打 就在那邊很受打擊 我有時候也會想是不是我不夠堅強 可是 這件事情常會被認為是我自己的事 個人的事 可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我不能迴避的事情是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它其實有一些公共的意義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台灣的公寓其實是有很多狗屁著造的性別壓迫 這件事情是有的 這些事情都沒有被好好的公共的處理 所以回到我自己就所謂個人主體性 或是個人在運動裡面的困境 我想要講的是 我們都想要 從事社會運動為了一個更好的社會 更好的台灣 可是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了嗎 我發現在我們這一代裡面 就是非常容易得到運動光環的青年的身上 就像吳豪倫老師講的 很多人是說一套做一套 嘴巴講信別聽的回家打老婆 我覺得這種事情是會發生的 我說的是他們那一輩 但是我們這一輩沒有 糟糕 這不是世代之爭 這是世代的共同性 那我不是說他們那一代都打老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們這一代還是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 那我們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怎麼去處理運動裡面 其實有些人 他說一套做一套 我們怎麼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這個是我最後想要提到的 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一些所謂歷史的運動中 就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 我希望就是 也許過了三十年五十年 有人在回來談太陽化運動的時候 就不要忘記運動的樣貌其實是很複雜 很多元的 然後 也許我們可能更需要聽到的是那些 就是不被媒體所注意到 並沒有留下很偉大事蹟的那些人 他們對這場運動的記憶是什麼 然後所以我在 現在開始我回去看一些 台灣歷史上重要的運動 我也會想要去多看這樣的細節 所以這個是我 就是對於運動的思考跟對於歷史的一些事件 會有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觀察的角度這樣 好 那所以就是從 就是對於蔣家的這個斷裂感 然後稍微談了一下太陽花 然後最後談到 我個人的一個這個經驗 對於運動的回饋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好 我們先問一下 有參加過太陽花運動的學生 好 到時已經到現場 到現場 然後坐在那邊 好 請放下 所以其實你們都可以講太陽花 等到我們今年的318的時候 我們再到時還來講 那我先講一下 那個太陽花那一天 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哲務的人所有人都出去了 等一下 我們這裡還做了一個我是主謀體 在那邊等待著 就是說讓大家可以 因為到時會會清算嘛 然後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我們就先把自己 擔當主謀嘛 所以我們這群人就發明一個口號 就是說 路過收割 然後順便切割 的運動 當然也在粉絲某些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太陽花 那天 我記得那天我在當主持人的時候 他 有人送太陽花過來 拍相日回來 我其實都不知道要不要發下去 因為那個運動到底是誰 因為太陽花是中國的國花 不是不是 他們當時有說嘛 然後在傳這個東西 那都沒有消息 然後開始就開始在發了 整個那個 翔日葵就在心上發了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到太陽花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 我們有發現我們 說錯了一件事 我們應該還要找野百合 我們就這樣就跳過野百合 好像不知道 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野百合現在都在做官 大家都在做官 所以我們當然 我們不請政治人物 所以我們很難找到他們來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 除了剛剛恩恩講到說 非常多元的這個運動的非常多元性 那當然還有後面有大腸花 在那個 舉下手啊 對 那當然這裡面也會有一個 不同的爭論 那個爭論當然 可以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當時在講反服貿的時候 我們還知道 有兩個很重要的 不一樣的力量在互相爭鬥著 一個是反自由貿易 的脈絡下去反對服務 服貿 就是自由貿易協定的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是反中國 的脈絡下去反服貿 那這兩個呢 到最後 到最後我們 為什麼大家可以集結在一起 就會變成是 在一個共同可以接受 都同意的情況下 就是 程序的問題 程序不正義的問題 然後什麼程序不正義 它就會出來 所以背後其實大家有不同的 力量跟動力 有左的有右的 然後互相打來打去的 那個過程 所以我們大概是今年 大家還可以再談 因為其實之前有很多的學者 或做訪談的人都已經 這個資料到他整理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 恩恩剛剛講到一個非常重要 是在這個運動的過程裡面 那個被看見的個人 我們現在可能有大的歷史敘事 歷史院有些可能可歌可欺 英雄式的 那有些東西還有受傷 我們創傷的人 然後被同事背叛的人 然後言情不義的 然後理想講的很高的 然後結果做出來的事情 其實上是非常虛煙腐蝕的 非常的多計算 所以在這裡面集結的不一樣 可是這個運動如果拿來看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看 再看一下 回去看那個政治財 前輩的回憶錄 你只要看很多回憶錄裡面 就有很多的恩怨情仇 你會發現他不就是 不是那個大的虛實 可是他可以看到一個個人的角度 來去看待一個歷史的問題 所以每一個人 都不應該放棄自己 詮釋歷史的角度 如果你放棄那個詮釋歷史的角度 那就很容易就會被 所有的主流論述 或者這個解釋詮釋就會變很容易擔憂 那現在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空在九點半的時候 所以我們只是比平常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開放討論 但因為我們有國中生 有高中生 時間到了你們爸爸媽媽 一定要叫你們回家 所以現在還有捷運 所以我一定要先講的 不然的話 還有小孩子那個該睡覺的 對不對 都可以 我們要先談一下 那我們就先開放三個問題 每一個人喔 一分鐘的發言 在這一分鐘的發言 你可以做你的comment 你也可以做 提出你的問題 然後針對台上的人 我們先三個人好不好 我們先那個熟客 先晚一點舉手 我們先給第一次來的舉手 第一次來 好 第一次來 好 第一次來的女性舉手 好 來 你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你有沒有問題 一 好 那就是你一 來 第一次來的還有朋友有沒有問題 好 你有問題第一次來齁 兩個 那再來還有第三個就是 呃 你很久沒有來的舉手 喔 所以大家都常來囉 很久沒有來 就是你 你有沒有問題 想要問 沒有 好 那我們再從 呃 國中生開始 還沒想到 還沒想到 高中生 也沒有 題外的也可以 題外的也可以 好 所以你就是我們現在目前就是三個 好 來我們先從 呃 那邊開始 來 第一次來 呃 那如果想要comment一下 就是 也是comment啦 一個想法 就是剛剛恩恩有講到說 就是 原理是 呃 成功 成功 死掉之後才說 所以對於這一整件事情 是可能沒有 就是有歷史的斷裂感 當然剛剛同時又提到說 要如何能夠讓不同的人 去理解各個不同的人 然後有 呃 讓大家能夠凝聚一個新的台灣意識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很 呃 呃 是 要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比如說 像剛剛有其實 新年很感謝 呃 吳老師 因為當我去支持一些 就是像民進場 或是像太陽畫 什麼 三一八全月的時候 哪一個吳老師 哈哈 吳月仁老師 剛剛解釋到什麼 一運動為之一 就是台運動其實也有 左派跟右派跟 然後還有就是 警公跟 然後因為當我就是 支持一些人 所謂綠色的運動 或是上三一八學的時候 我爸說 我爸常常跟我說 喔那些都是親共的 我一直無法理解 因為我其實 我爸也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 他是那些哲學系的碩士 然後想說你為什麼講這種話 但是 但是當我才發現說 喔原來是六年一樣 那個時候的 台運動其實是 有稍微在親共 然後就 喔就開始有點 原諒我爸這樣 所以我覺得 要如何去理解這些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從 是必須要能夠去更實際性 然後我不知道要如何 我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從 現在的歷史課本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共同史 所以我覺得 這次上來的 就是做這些做馬列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第二個 是講到 不是 就是主題性 我想說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 我明白就是 有很多運動都有 其實我以前也有查過 就是那個熱身運動 我真的是 有點蠻的時代 對啊 然後 那個時候也看到這個 有很多事情 然後我也認識很多 生物運動的朋友 然後所以我可以理解 就有那種講到說 就每個人出情 其實是一個非常 其實生物運動上面 有非常多元的個人的 情感或是歷史的因素 還有家庭配置在裡面 但是 在我在國外的經驗 就是我感覺到 比如說像 人生運動 或是黑暗的民族運動 其實他們的組織化 是非常非常的 有主題性 像Human Rights Campaign 或是 像 我忘記那個 Africanatic 可能的協會叫什麼 但他們其實都可以 就是整理出了口號 然後他們的NPO 其實是非常的長壯 而且組織化 那在那個 就是他們為了要能夠 去說 說動社會 然後他們其實 必須要出一個 非常 簡單的口號 但它的相關其實 有非常非常不同的東西 所以從性運動來說 之前 就是我們 不是我們 就是 你同學員來說 雖然有這麼多這種 不同的 就不懂補償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組織 你還剩下十秒 但是他們都可以 現在focus上 我就是想要再慢慢 然後是 那麽放鬆到上面 有傳遷熱耳問本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不是 可是我當然也覺得 個人主題其實是 不懂特別的 然後我一定要是 我不知道要 去協調 推動運動的簡單 簡化一個概念跟 就是尊重解釋的 其實我也會沒有答案 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 然後 再來 剛剛 後面那位 會不會有 好 好 大家好 那時候是我的老師告訴我赤獎案 你那時候是在台灣 在台灣 台灣哪裡 我是中原建築系的學生 中原建築系 我的老師是赤獎案的那個 掙錢店的學生 所以我要叫他施工 那時候我跟他開玩笑 我19歲在課堂上 老師告訴我 那時候大概是19幾年 就是1978 所以剛好那件事情完成了八年 所以我還有說那時候課堂上 老師跟我們提到這件事情 可是那時候是戒嚴 其實我們老師是冒著 如果有spy的話 有19種人的話他就死定 其實我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那個陳隆梅老師其實也蠻勇敢的 在那個時代他敢講 他敢講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我幾乎都是 我們那個年代幾乎都是 蔣經國的信徒一樣 因為我們被洗腦 洗腦稱他是青年老師 所以呢 到現在我們反過來 像我是很早就掀開他 他是一個惡魔 所以他死掉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在補習班當老師 他死掉的時候 補習班主任衝出來說 蔣經國死了 你知道我第一個感覺是 哇 惡魔終於死掉了 所以我跟全國 大家那時候的全國的電視 什麼黑白 一大堆跟那個 蔣介石死的時候 都是一樣黑白那時候 對我來講 我這個人剛好是相反 因為我認為一個惡魔死掉 所以是大家在哭 有人在街上辦到那個國上一樣 對我私一個舉外人 所以這個就是 時代會讓你改變 就是一個像 19歲的一個年輕人到 然後我幾乎所有參加 所以剛剛有一個人講說 所有黨外的活動 幾乎是在街頭上 當然是帶有一個很默默的角色 包括太陽花還有夜百合 都是還有包括 舊獨台會的那四個君子 都是默默的角色 可是我認為說 台灣需要的就是 你不需要強出頭了 可是你需要去關心這個活動 另外一個那個 剛才那個女生講的那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最令我感到很感慨的 因為我覺得 你會發覺任何的一個革命的夥伴上去 當他執政以後 其實正在考驗他這個人的修養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政治學院講說 絕對的權利死人腐化 絕對的權利死人絕對腐化 你稍微看看我們台灣所有總統 全部都是腐化 沒有一個例外 我到現在我還沒看過一個例外喔 我們要不要可以先提一下好不好 謝謝 我們也謝謝這位朋友 因為他在過去 從19歲開始就 開始做一個 願意做一個幫人家抬轎 默默的付出的人 這樣很 但我比較有興趣是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他沒有懷疑看老師說的不好 對不對 真的是 通往我學生都會質疑我講的不好 來 來 那個 謝謝 好 我今天的問題 比較是想要跟那個恩溫學姐問的問題就是 不知道你當下在參加318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 感覺有些恐慌或害怕 就是 假設 明天 你要去 為 你所對抗的人工作 假設是中國大陸好了 那 你會不會 心裡稍微有些坦克不安的說 欸 那我今天這樣做這個行為 是不是 之後可能會 發生一些不良的影響 應該沒辦法去中國 因為中國 比如說 參加過太陽化運動的人 比如說 你有來參加過哲務 你就沒辦法再去 這個事情其實會發生的 所以你確定 你要不要繼續留在這裡 我現在要後長 然後 要不要嚇他 就 因為 當初 318發生的時候 就是 我心裡也是 有萌生出一些念頭 就是說 欸為什麼 我們的 對抗中國 就是他要做這些不合理的事情 然後 可是我的家人就是 有點類似極意的反對我 他說 如果你去相信他們那一派所說的話的話 可能 我以後 如果 要去對抗發展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利 或是之類的 然後他們也常常就是像我 所以你會發現 不會需要你爸爸媽媽 不需要那個 中國再 像你爸爸媽媽就可以像你 有感受到一點 有感受到 就是他們也常常跟我講說 什麼對岸很美好 就是要我 要我 稍管政治 以後好好去發展這樣 那 我當然是 持反對態度 我說 這不太合理的事情 只是 我想要 聽聽看恩恩學姊的想法 是說 如果今天是他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他 會不會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這件事情的 這樣子 好 我跟你說 這裡應該有很多人 都是因為家庭的意思 爸爸媽媽 媽媽反對 父母反對 然後你還是質疑要去做 再舉手 你爸媽來 你看一下 看一下這些人 來 轉身 這些都可以提供你很好的意見 因為他們都有創傷跟轉折的過程 然後還有覺醒的過程 然後要修復跟爸媽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可以成為你很好的意見 等一下那個 剛剛舉手的朋友再舉一下手好不好 等一下喔 有空來照顧一下他 這個事情 我覺得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知道他們看起來像是好人 好 然後我們 接下來我們就先請那個 恩恩先開始好不好 好 來 我想 恩恩要說以前 我先來回應 剛才我們說的這個東西 我是主要在知道說 他剛才說的這個 所謂太陽花一些看法 是不是太陽花運動裡面 會多數人的看法 我是覺得 因為現在已經走到網路的時代 已經走到無法封鎖這個 資訊的時代 但是 我是覺得說 剛才 鄉鄉 對台灣問題的了解 對我來說 並不鐵鐵 對我來說的 對台灣問題的了解 現在我們最主要的問題 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西國的中華民國 這個西國的中華民國 你如果沒有打破 你做一個台灣人的這個意識 台灣人的這個臨動 不可能三生了 因為西國中華民國裡面 就是中國的民間 所以說 九零年代 二零年代 這個年輕人 好 那時候 這個年輕人 好 我那一陣 國空以來 看法 哇 又太陽了 我一種時 就看得很清楚 我們的特別 我們的問題 就是西國的中華民國 現在的社會 如果 連這個主要問題都看不清楚了 在那個西國的這個 成果裡面 生來生去 你生不出去 很簡單 你拿那本中華民國的護照 你去出國離開台灣 你的感受是怎樣 因為你沒有看作是一個 國家的國民啊 你沒有國籍的那個中央啊 那這點呢 我們如果沒有 做一個台灣人 沒有去感受到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 台灣問題 還有很疼的這條路 要走 今天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要如何 擬聚這個 做一個台灣人 認同一個台灣人的這個 共生 齁 了解我們台灣人 是台灣民族 的這個 一部分 我們有這個議員 我們有這個議員 這個台灣民族 想要建立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 叫做台灣國 你如果沒有這個中生 沒有這個看法 沒有這個vision 的時候 在中華民國這個西國的東西 都生幾百年 你也生不出去啊 這我就對 我們這把回應了 這個不叫網媒胡打 這沒有關係 這大家可以 本來就是透過這些溝通的方式 你可以發現不同時代所表現的 用的預言就不太一樣 那一般基本上 你知道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一個第一個的前提 就是反對中華民國體制 比如說反對ROC體制 框架在整個台灣這個政策上面 那我們現在就會變成說 會發展出兩種 一個是 所以華獨跟台獨之間的爭論 這個也是 這幾年來說 談論的非常多 那等一下我們也可以 當然可以繼續來看一下 這些問題的討論 到底是 到底中華民國體制 要不要繼續留下來 還是 要如同蔡英文 我們用的創造性磨度 所說的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要不要把 A跟B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他是不是要去交代 A怎麼會變成B B怎麼會變成A 如果他們本來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就不需要再講 他們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台灣 台灣是中華民國 所以前提是他們要不一樣 那所以 所以在這個不一樣到一樣的過程 就會涉及到 我們怎麼判斷這件事情 背後講出這些話的用意 以及我們自己在這個過程裡面的主張 到底要主張什麼 就是說 對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在講的時候 有人是說 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 我支持台灣獨立 一個是我主張台灣獨立 還有一個是 我不反對台灣獨立 然後你從這幾個不同的用語裡面 大概就可以看到那種抑制的方式 我主張可是我不見得行動 對 因為它不是一個 performative 的一種語言 那我不反對就是你去做 但是我沒有去阻止你 那另外一個是 我支持 支持就是好像站在旁邊 我支持你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但是這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你從不同的語言的使用上面 大概就可以看到對於 態度立場上面的 態度跟行動的可能性 都在哪個地方 方向就會出來 那當然等一下我們還可以 讓恩恩來回答 我覺得負擔這個責任 在他身上代表整個太陽花世代 他剛才已經講那麼多元 那個世代 他是從很個人的角度來去 反省這個運動 或者在歷史運動這個個人的問題 那這個都放在他身上 可能不是太公平 但是等一下他也可能可以好好 我跟你說 這些前輩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鬥爭長大的 所以他們很能夠接受那個尖銳的話語 他們都不是一群有禮貌的人 所以他們最喜歡 別人用很尖銳的話語跟他們對抗 然後他們才可以用它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對抗 他沒辦法表現出他的優雅 所以呢 等一下就跟他你就盡量講 不要不好意思 來 那接下來恩恩你先好不好 好啦我閃起來說這樣比較欺負 我也是可以用台語說 是說沒什麼冷凍 所以說我還是半條會說 好我剛剛有三個問題 我先就直接先回答 就是前輩講的那個問題 說我是滑毒 說我 說我玲瓏中華民 說 我不是可以再想啦 就是這 我並不認同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這個框架 我看棒球比賽是不會拿卡列 都可以拿起來 是不會的 可是問題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 不好意思 我的確是 就是我長大的確是在這個體制底下長大 但是我覺得這種表態 這種認同對我來說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這一輩其實有很多人就在爭執 你是台獨還是華獨還是什麼獨 可是我覺得爭執這些問題沒有什麼意義 我老實這樣講 就是 我不認同中華民國這個框架 可是我現在從事的事情 實際上 是不是屬於 對於台灣主體性 是有貢獻的 是有正向的意義的 我覺得是 我們在從事的事情是 然後我覺得我們已經 大家已經這麼多元 這麼 這麼 就是各種想法 百花其放 我們還有需要 再去從這個比較進步的圈子裡面 再去切分 誰是台獨 誰是華獨 這樣子的問題嗎 我自己是不這樣覺得 但是我要再講到更細一點的是說 我雖然自我認同不是一個台獨運動者 可是我在反服貌的時候 在面對中國運出這樣的議題的時候 哇 北干他就哪一個 就是我一直說 對於中國的威脅 我們是很清楚的意識到這件事情 對於國民黨的 它存在的不正義 我覺得也是很清楚的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是當我們在搞運動的時候 當我們在做一些倡議的語言的時候 我覺得不能直接把 那個對錯看得這麼簡單 我覺得沒有辦法這麼簡化的去看說 因為國民黨一定 譬如說因為國民黨一定是錯的 所以民進黨一定比較好 像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就沒有辦法理所當然的去理解 這樣子的話語 當然我不會說民進黨跟國民黨 一定要爛 國民黨一定是有 它有殖民的那樣子的中華民國 都在台灣這樣殖民的這樣的歷史 可是我們這一輩要去面對的很多的問題 是面對民進黨啊 就所以說 我只想在這邊做一個很 我做一個比喻 因為我之前是做限改運動的 然後那個時候 的確就會跟很多台獨的前輩有一些爭執 因為我們認為務實地去修改憲法 是一條可行的路 可是台獨的前輩會跟我們講說 你在中華民國這個憲法的框架底下 你就等於是承認了中華民國體制 所以要就要重新制憲 沒有修憲這件事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何嘗不覺得 直接有一個台灣共和國憲法很好 但是那個方法論呢 我們要怎麼走到那一步 我們要怎麼直接寫一部憲法 然後它真的成為我們的憲法 我們可以寫一百部憲法 我們可以隨便寫 可是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憲法 所以我們在做限改運動的時候 其實很務實的角度覺得 我們先從修憲出發 然後如何讓整部憲法 可以有一個從頭到尾的改造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有一點 就是路線上的分歧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我認同中華民國 老實說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 那另外剛剛就是前面有講到左右 那瑞仁老師有講到 其實不是要佔左右統讀 然後剛剛前面有朋友有提到這個問題 我想講其實我們曾經 有一個時期 就是我們會一直嘲笑自己是左統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獨派的人 他們的腦子可能被 有點特別 他們腦子可能有點特別 只要不合他意的 他全部罵成左統 然後 所以我們就想好好 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左統的學生 我們就是左統的學生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也有這樣的主派 就是 所以 我們講我們自己左統 當然不是真的是左統 可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很浮面的詞彙 這些概念 我覺得爭執這些東西的意義不大 真的做什麼事情比較重要 然後剛剛有提到 就是個人主體 在跟團體之間 可能要有一個 團結共同的這個倡議之間的一個緊張關係 那我想要講的是個人主體性 不應該無限上綱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有一些 是非對錯的價值觀 要在心裡 我覺得每個人的心裡 要有那個價值的持守 哪些事情是錯的 就像當時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就是曾經 就是我的前任男友 然後曾經打我的那個男友 就是大家去幫別人助選 然後結果就有些人就擔心說 我這件事情如果被傳開來的話 對那個候選人很不利 可是你要我這個時候怎麼團結 相忍未運動 你要我怎麼相忍未運動 他是我的加害者欸 然後打人這件事情 是absolutely wrong 就是怎麼可能呢 所以我一直說 我不是說 就我不是說 對不對 就是我一直說 不是說個人主體性 要無限上綱 但是我覺得那個價值觀 大家心裡要有 然後最後是那個回應 就是說會不會 在搞三一八之後 會不會恐慌 會不會害怕 就是個人的選擇 就當然我覺得 問我可能不準 因為我讀社會學 我本來就找不到什麼好工作 所以我可能沒差 我沒差那麼多 我可能就是讀社會學 就讀那些台獨 或讀那些馬克思 可能早就已經不知道 很多東西都被限制了 可是我要講的是 其實看前人這麼努力 然後他們犧牲了這麼多 他們的東西 就會覺得 其實我們的犧牲 不是什麼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是說每個人都一定要準備好犧牲 然後繼續為了運動 奉獻自己的身體啊 什麼等等的 每個人的選擇 都有背後很多不同的原因 可是我覺得很多的人 之所以會投入 也是因為看到前人的努力 其實我們所信任的功力 真的不算什麼 這樣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聽說有些獨牌 我們其實都沒有講誰嘛 但是我剛剛也要講說 我們在用獨牌這個字 其實它也是很多種的 很多種不同脈絡意義 然後我們剛剛可以看到那個恩恩講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都看到左統的人 他們都不覺得他們可能是獨牌的人 這個是這樣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們在看這個 所謂的恩恩剛剛講的 每一個個人的角色 在這個運動裡面其實都是 需要花點時間去照顧他的 因為它涉及到整個運動的價值 那個價值到底 我們要不要保守住那個價值 那如果沒有那個價值的時候 相忍為運動這件事情 那個好像運動有一個更高的價值 是高於所謂我們一般認為的日常的價值 那現在會造成一個問題 如果一旦日常的價值 我們都沒有了 那我們做這個運動要幹嘛 這個會產生一種價值上的衝突或矛盾 或者是它也是一個比較差的那個 進行運動的方式 那所以剛剛還有一個 可以做分類的方式是 我們大家聽到有些人講仙感的人 他可能就是屬於務實派的人 他是自憲的務實派的人 他也想要自憲但是做不到 可是現在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開始在自憲 談自憲的問題 可是談自憲已經談的 才教會從許世凱開始一直談到五六次了 因為他寫了很多種版本的啦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自憲運動 就是我們可能只在寫而已 所以有些人就想說 我們可能用憲改的方式 所以憲改就是處在修憲跟自憲只有模糊 處在階段裡面 可能還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可能性去做 但是大家也要想一下 因為所以他們就很容易兩面不是人 他們會被所謂的修憲派認為 你們就是在玩職線 所以職線派就是說 你們就還是在為服裝民國體制 所以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我們可能也要想一下 大概要怎麼做啦 因為我們在做運動 常常會做一些事 把自己的朋友推到敵人那邊 就是這個就變得是越來越小 那我想說再讓瑞仁再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剛剛聽完這一輪的時候 我那個 在這個時候 有點歷史觀就是很有用的 因為歷史會幫助我們有一個 因為每一個世代都在一個 特定的歷史脈絡裡面 它會產生它的特性 它有它的主體性 但是也還會被他們歷史的那個時代所塑造 或者被限制這樣 所以剛剛聽到的 比方說主裁現在跟之間的那個對話 大概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去看 世代的角度去看的話 政治才跟黃英雄會跑去暗殺 剛剛黃英雄先生在他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 那個年代的國民黨的超穩定統治裡面 國家強大到沒有社會 所以在台灣情況之下只有一個state 而且是一個overdeveloped state 所以台灣不存在於國民社會 所以從它的角度來講 就算你想發展社會力 全部被抓光了 對不對 全部被抓光殺光了 都在那裡鬥 怎麼辦 所以唯一的辦法 在那種情況底下 就是說直接問 就是斬首行動 透過斬首行動 看能不能動搖那個結構 這樣的話台灣的社會 才有一點點生物 所以在那個年代裡面 思考的台灣運動的時候 那個state 或者政治運動的色彩會比較強 因為那時候你要打擾國民黨 那個政治運動可能怎麼樣 還有當時受到那個獨立運動 換句話說 認為先有一個獨立國家 才有可能去發展 其他的進步的社會體制 這種思考的傾向會強 因為政治財在那時候被抓去關 然後後來流亡到瑞典 他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政治財他是一個向往社會主義的人 我在獨派裡面很少聽到公開說 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 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各位左派的朋友 透過網路上全世界的左派朋友們 團結起來在政治財身邊團結起來 因為他說他是一個socialist 可是他為什麼又那麼堅持 一定要達到中華民國 這裡面要從他那個時代 因為他 他的整個的政治信念 面對的第一個挑戰 他必須先達到我們那個壓住的 一切的國家 然後他要有了自己的國家 然後才有辦法去 他才有辦法去談 接下來我們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 還是資本主義 很重要的 恩恩我在一個完全不一樣 我在這個年代 我們這一波的台灣議事 我給他一個理論 我叫做社會獨了 他們是政治獨了 然後恩恩他們的世代是社會獨 換句話說 中間的世代的民主運動 某種程度上 創造了一部分的公民社會 讓台灣的社會力量變得比較大 讓國家變得比較弱 另外一方面又把那個國家 在某種程度上又本土化 所以中間美國雖然 不是正經的台灣 但是從古早上比起來 有一定的本土化 他未必是局部的 沒有完全 所以在恩恩他們那個 世代的感覺裡面 他也甚至沒有 也只能在蔣英國死掉之後 他對於那個壓在台灣社會上 那個state 沒有太大的感覺 反而他已經活在於 民主自由的時代 那時候公民社會的那些網絡 已經是一個繼承事實 他們這個世代是 簡單講是 台灣公民社會的第二代 或第三代 所以他們是透過社會運動的過程 去接觸到台灣主體性 所以對他來講 不管從他的信念 他的視野 都是應該那裡優先 我是說 但不是代表說 這個世代 就一定這樣 這個世代 仍然流傳了一部分的 認為說政治運動必須優先 於社會運動的獨牌 那當然也存在 一個民主社會運動的路線 不然有什麼要不去 所以我只是說 首先他們顯然是有世代的差異 然後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世代的差異底下 當然那個政治運動優先 或者建國優先於社會建構 或者社會的政策 這個想法 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強 很強的一個 follower 再加上另外一個新的因素 剛剛剛剛講的一句話說 我們這個世代找不到共同敵人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習近平其實一個很適合的 記馬英九 記馬英九之後 習近平很適合成為我們 下一個對象對不對 下一個跟他溝通 跟他表達我們的 私目之意的那種對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中國其實他們很不喜歡 看到我們分裂 對他向台灣團結 對他現在不斷的做各種動作這樣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因為台灣有一個外部的 一個結構性的壓力 那個帝國主義 那個帝國主義是多重的 不同的帝國壓力 所以他不斷的壓迫 那現在中國剛好輪到 他的帝國主義階段出現了 他對台灣不斷的壓迫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個主宰壓 在強調的那個說 以建國為優先的那個路線 在台灣也根本不可能消失 話就是說你要先有國家 才會有進步的社會 還是先有進步社會 才能夠達到國家 這兩者之間的事 其實他們當然是 必然形成多元的路線 但是兩邊都會存在 我覺得目前是這樣 我這種人卡在中間 我們覺得政治運動也重要 但覺得社會運動也很重要 OK 簡單 恭喜 謝謝 好 icy才有 encore可以 我要回應瑞仁 當然瑞仁說的很有道理 說來講去 我們只會講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這個漢文 這個漢字 有很奇怪的東西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 說八的就是China 你在China的這個架構之下 你要怎麼發展一個台灣人的公民社會 要怎麼發展一個公民 台灣人的公民領域 因為那個中國的東西把你壓掉 你就不可能台灣這個東西會補起來 現在我們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要離合給台灣的這個文化藝術 變成我們社會的一個主體 一個主體性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China 如果沒有鐵條的時候 我們這個所有的公民社會的這個發展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悠閒的 所以我就是堅決反對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東西 不是說認同沒有認同 我這樣說他沒有認同中華民國 但是沒有認同還要打到中華民國 他沒有像 這個改動不像 手段也沒有像 我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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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五句話 我來 露 露交了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所以說從政治上先取得政權 建立一個家族國 再來做社會主義 跟透過公民社會 逐步的去建構一個進步社會 跟擴散一些價值 最後漸進的改造這個國家 這有時候也是跟手段 沒有什麼一樣 我再說過一句話 有人問我說中華民國什麼意思 我說中華民國是那個 是一個台灣成為獨立國家的階段 但是現在大家還沒有形成共識 慢慢再努力到變成共識 他自然就會變成台灣 我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如果從這個動態的角度去講 其實是 嚇得是當事 在不一樣的政權 做立法名 不過據說我被說成華奪 怎麼有人敢說他是華奪呢 我跟你說那個 因為恩恩 他有事要先離開 然後我們再熱烈掌聲 謝謝他 謝謝 因為我們要讓他這樣走掉 以為他好像是夫妻離開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認真歡迎他 那我們接下來再開放三個問題 好不好 一 二 三 來 麻煩我一分鐘 一分鐘 三位 我如果是在那個年代 我也會對你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我是真的非常掌揚 不過我現在是生日 我和我這樣感動了 在我這個年代的人 因為台灣公民社會是比較健全的 所以要建國這件事 我認為是說 我們可以為我們公民社會開始做去 我們現在好想做的事情 比如說勞基法 我們要讓我們台灣人民有一個 未過勞的生活 它有時間 它有力量 它有更多的時間 我們要去收購台灣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要按照 還是說 像說 統治婚姻 我們有公民的社會 會進展這個進步的順序 在國際當中 在亞洲的國家裡面 我們領先其他國家的一個制度 比較快 我們在國際上看到我們台灣的社會 這也是我們 我覺得是一個建立台灣國家的方式 比如說外出別人的免貸也是一樣 所以說 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也是一個結構的路途 這是我沒有準備的原因 我覺得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的想法是 這是我的意見 我其實大家的看法有些什麼 就是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也是跟勞基法修好有關係 因為這個勞基法修好 它開始有一種就是 我們真的把中華民國 就算換去金門媽祖 台北有很多 本來有一個動力的國家 或是 本來說三線的一個改革的阿協 我們本來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聽到是瑞琳老師過急的說 就是 我們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所有國來 今天台灣這個土地 有要經過一個土著化的過程 包括現在很多新移民或是很多 逐問的 還有我不知道說 建範這件事 有像有蠢土著化 可以 說本土化的過程 因為我們現在有時候 不去嫁到荷蘭阿 冤條阿 清條阿 這個 這個 這個賤款 曾經過去 還是未來 它存在於台灣這個賤款 我們剛剛去看到的感情在那裡 嘴 不好意思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今天我們就算建範 已經奮到一個台灣國了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台品相 看到的這些改革 改革得到的 阿協 或是都要做原版人馬 就是我們路來 土地建國園 也是要做路來的這個改革 這個官者 也是土地建國園 還是土地建國園 就是都其實沒辦法 跟本人 這件事 我想要請教 政府 對 為社會主義的看法 在目前我們台灣這個社會的觀點 好 大家好 康潘 鐵山 師父 我是廣東人 剛才康潘跟鐵山 他們之前做的 我是一級的國民生 我非常清楚 拜託家 武器成敗 我們是第二 後面的家庫 也叫兩位吳老师立國 我要提供我們現在 一個事故 跟鐵山 現在出這本書 它是有異曲同風之妙的 我們是台灣建國鑑平 我們是台灣建國鑑平 他就是 我們這兩位處理後 有十六千的 集結集的項目 來 這六個 我們都拿去 現在 大家 我告訴你 中間第一 中間是 剛才康潘 剛才康潘 在康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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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潘 在康潘 在康潘 上康潘 但是 現在二十一世紀 二零一百 回來到 現在 年輕人的時代 為 不改變 這個 尾管 描住一下 所有的 中間的 議員黨 描住一下 你先 最大 208 議員黨 在康潘 在康潘 大家如果還在康潘 在康潘 台灣人 死亡 所有的青年 結果 在北港 在康潘 在康潘 大小的 相對 台南 不要說 他在康潘 只在康潘 他在康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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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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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是我們的 臺灣 我們的臺灣 是我們的 你們的 我們現在在處理 臺灣人 很多人在關懷 這也是 目前台灣存在的 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 人們剛才說 我們現在在處理 臺灣人 很多人在關懷 這也是 目前臺灣 存在的 在臺灣 如果沒有一條 在臺灣的 年輕人 永遠沒有 怎麼說 你如果看 現在 我對我們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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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一段 環聯典 那裡 都在康潘 在康潘 這是 現在的問題 大家可以去那裡 看看 因此 要求 要頂我們的人 那是我們的 六歲 或是 為臺灣 打命 看命 看命 你們的權力 會找到 結果 他們不會 二春十二月 我告訴你 他們要了解 這都是我們臺灣 他們 為什麽 他們可以這樣做 有人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說 我是 結論是 大家要因為 這間台 國產的這間台 大家要認真思考 中華民國 存在 台灣 有必領 這是我們大家的程度 謝謝 謝謝 因為這 習慣的關係 剛剛有提醒我 我們不能讓 幫我們直播的 民視的同仁 我的那個 工友過勞 不然他 我們不停 他就 他就不敢走 所以 我們最後一點時間 差不多 讓每一位講者 我們還有差不多三分鐘的時間 齁 我們先停在這 不是說 水可以走 有 有的老的在這 可以大家來問問 會 我們再討論一下 好不好 齁 我們先讓 跑來 好不好 為了要對 許願恩這個世代表示 點這個 鼓勵齁 這個 我沒有怎麼說 你男朋友給你怕 就去告他就對了 但是你要知道說 女性主義就是因為 在六八之前 你可以看到那些 英雄 全部都是男人 對不對 跟機動隊 跟那軍隊 跟警察在對峙 那些英雄 都是男人 跟女人都在幹嘛 我們剛剛講到全共鬥 後來我會覺得很奇怪 呦 怎麼都是男人的呢 女人呢 後來我聽到 上年親二子講說 女人都在後面包那個 伙伴 包飯糰 送到前面去給那些男人 所以那些 雖然是非常 這個 自身很為是很進步很著力的 這個女性呢 在這個團體裡面 她也只能做兩件事 就是當人家的 性的到公主 好不好 提供性的服務 第二個就是提供家事服務 所以女性主義發現說 這個是馬克思 跟馬克思結合以後發生 最大的 最美麗的錯誤 趕快離婚 所以女性就鼓勵起來 其實六八年都發生過了 現在遇到這個事情以後 可以注意更明快一點 社會運動其實現在 我自己在社會運動裡面 也做了十幾年 這個特別嚴重的是 反正是我們所謂的 左膠那些 某些產種 或者是主要什麼情慾流動 那才有 那就是因為膠嘛 膠的還六八 還沒有所說出來 不知道什麼那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說 她講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這個世代可以更愉快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說 建國先呢 還是說公民社會運動進步先 這個會有這種 這種看起來是兩難 我在上課跟從學生長講 你如果遇到二元對立的時候 你就先假證 你就先 先猜說這是個衛命比就對了 沒有二元對立這個東西 要不然你讓他不懂偏政法嗎 除非你是法律性 法律性的人只吃到三分 就是 罪於楚人才會變法律性 到現在還在那邊酸彈論證 沒有人會變政法 這兩個沒有對立 為什麼沒有對立呢 正希跟鄭主宰先生 今天講的這個問題 是因為他有在國際上真的經驗過 你在外面不管講 我們怎麼多進步 我們怎麼多進步 我們有什麼同性婚等等 結果這樣問你是誰 是Chinese 怎麼可能會跟台灣有幫助 可是相對呢 公民社會的進步呢 他本來也有 事實上有國際性 那現在我們要問一下說 我們台灣的公民社會有的國際性 有真的那麼強嗎 這次是正好遇到 這個所謂的同性婚 這個是非常特殊的一個進步的東西 其他的 你不要說勞工法 我們認什麼 勞工法 勞工法 修了什麼 你會接受空運社會 沒有人會認識你 所以你只要去看 國際法裡面的 所有的國際法 都不承認台灣是國家 理由 不是因為他們在打壓我們 理由 是我們自己不肯承認我們是國家 你老實要說你中華民國 你找出來 從James Crawford開始 一路下來 我們可以列出二十分以上 事實上最進步的國際法裡面 他們都希望台灣出來說 我是國家 可是呢 台灣人 無論說我就是不肯講 然後要別人跟你講 要別人幫他講 他是國際 哎呀 其實什麼ROC 其實就是台灣 這個你話你要自己講 說我們不是ROC 我們是台灣 你得講出來 就好像說我本來是個現實時代已經廢奴了喔 沒有人 會被認為是奴隸 可是呢 你是不是一個人 你不需要出來說我是人 你就不肯講 我擁有人的所有特質 人家說你是不是人 我不敢講出來 我希望所有人仗義自己的幫我講 抱歉 沒有那種事情 只有這有事 你得自己出來講 所以呢 我們為什麼會有種錯覺 覺得說我們把這個 這兩者好像是說 是一個惡元對於不對 那是因為我們 就像Peter常常講 我們已經被國際放逐了四十幾年了啦 大家根本就很少知道 什麼是國際 在國內弄的這些東西 你以為國際就一定會報到 那我就用待機 這兩者根本就沒有衝突 但是呢 在國際上來 因為建立一個國家 就好像拿到一個執照而已嘛 準備要開車 以後你開車技術怎麼樣精進來 你買什麼樣的車子 任何都還可以慢慢來 那你如果不是國家呢 那你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這樣子啦 你不要 我跟你講我當過一年半的外交官 慕名其妙別的外交官 好像又被借掉到日本 到那個租制代表處 本來是去教書 但是他給我一個外交官的身份 結果你知道嗎 我拿了那個外交官的 日本方郵的特殊的那個證監 我要去租錄影帶 然後他參加會員 你有沒有證監 他看了半天拒絕些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個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說外交官 明明不是國家 沒看過 你少騙我 我們就在這個 池管區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 video的店 我怎麼沒有看過 哪有看過這種東西 後來還去找管區的警察來看 我說我知道 這個 我這個我知道 跟北韓一樣 你是外交人屁 後來怎麼解決你知道嗎 我說 我還要找到聯合大學 我在那邊客座 我有他的圖書館 那個就可以了 我跟你講這兩者 根本就沒有什麼狀況 你要先做一個人 有一個參加的那個 在現實上 本來就是要先承認說 我們就是國家 我們不是中華民族 那困難在於說 因為我們只要這樣講說 中國也會打我們 美國也會打我們 所以現實上很難 不是說我們很犯賤 不肯說我們 我們是人 而是因為 尤其是大流氓在那邊 苦事在那邊 叫你們說不要鬧 所以那種恐懼嘛 那恐懼你要不要克服 如果你這個恐懼 就不能克服 我才不相信你在什麼 公民社會 原會獨徒 獨處的表現少 被嚇了 我在台軍會待的事情 外野在這邊勸勤 我就不做了 然後當時的會長邱宜斌跟我講說 買啦 我現在當長 你再回來幫忙 我說好 可是我有條件 他說什麼條件 我說 那我雖然當了職位 但是以後我參與的所有的 跟人權有關的事情 必須要跟台灣獨立有關 其他我不管 不管 當中民會當台大校長的皮 當我皮 那跟你有關 沒有啦 沒有 我在台 那個我以後會 我那個白木頭燒包 已經寫了這篇 過兩天看起來 絕對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 這不是一個說 好像其他單單生機而已 我覺得它根本它是層次不一樣的 一個是國際問題 我們在國際社會裡面 怎麼樣自處的問題 第二個東西呢 它可能是國內問題 也可能跟國際的連帶 所以這兩者 我認為沒有什麼衝突 反而是說我們有了這個 國際的這個身分證以後 你要去知道什麼叫做 進入的公民身分證 你們就可以透過聯合國系統 你知道的更多 我是這樣決定 我是想要說的 我們好人都說了 都叫說了 是真的 當然我們也很高興 可以發展我們自己的公民社會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進步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文明 但是問題是 在這個 所有的親愛的體制之下 它的發展非常非常悠閒 所以很簡單 現在我們還在說國語 國語 所謂的國語 你只說國語的時候 你台灣的有可能 有可能 賣起來嗎 我們自民有的有可能 又挖起來嗎 客家的有可能 挖起來嗎 不可能啊 他因為這個國給你代表了嘛 所以就用這個方法嘛 所以我們這樣說 勞制法也好 好啦 什麼同志法安 好啦 基本就是 家中 現在的體制 就是 所謂的 這個 界的 中華民國 你如果說你中華民國 後來有說啊 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對我 也不敢說你是中華民國 對我 你也不敢說你是台灣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做為一個台灣人 你永遠就拿一本 嫁的貨招 在世界的制約 不敢說你生人嗎 所以 當然 這個問題是 量量難啦 是非常困難啦 但是我要看出 我們絕對 不能說中華民國 我們如果說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一部分 很簡單嘛 所以 我們主要就是說 要 堅持說 我們本身要自己說 我們是台灣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 那國際上 不可以跟你生人嗎 你自己一直在 向國際說 我們中華民國 怎麼怎麼 你永遠也是在那裡 你走不出去 你相信 我可能有幾位說 就是 可以嗎 あの 有幾位 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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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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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這一代常常就是會有四個字一起講 就是奴隸建國、獨立建國 我想一句話你跟老公再解釋 有一個好人說的 是 獨立和建國 是病情復活的事情 所以 所以 那個 如果說 如果說 兩邊戴著你,你是有錢,我想是,不是很聰明的開始 所以啊,這個,好人在說的 因為你…你如果穿去看少少少生活,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穿去看少少生活,我們穿去看少少生活 我們穿去看少少生活 我們穿去看少少生活 那什麼時候要這樣做 什麼時候要這樣做 什麼時候製造 碰到什麼樣的情況 還有具有什麼時候的條件的時候 可以這樣做 當然在台灣 今天的這個強權政治裡面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 但是建國那一部分 比如說像恩恩 他們年輕人在努力的那一部分 那個絕對是走向獨立的 建國這一部分是一定要做的 一個正義的社會 比如說他 你甚至要從獨立的觀點 追求獨立的觀點來講 甚至是一個國安的問題 你這個社會越正義 我們這個國家就會強 那追求這個 社會會更強 更團結 然後這個 那也是追求獨立的本錢 所以兩者我想其實是 我一點看不出來 有什麼互相矛盾的地方 但是 假如有些人就是 各這個偏執一方 我覺得人家不是很聰明的事情 那 我想我就講到這裡吧 謝謝 我們在台灣這幾年有碰到 我感覺到一種焦慮感 就為什麼我們好像覺得 有什麼台灣人 無角性 像這個 有什麼 現在還不備 我們對於要把這些總統 威權相等清除掉 台灣社會是冷感的 有什麼 用那個中國現在這樣 步步進逼 一部分 是日本人說 他們是會叫 就是和平的白癡 因為當然過了很久的 和平的日子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台灣人和平的好日子 過了很久 真的以為自己就是一個 太平盛世 民主國家 但是另外一個 其實從我研究 民主主義 跟民主國家形成的角度來講 台灣人和平的好日子 我想我的判斷大概是這樣 台灣人的 國家意識 民主意識 是不成熟的 沒有到那裡 今天如果到那裡 應該是走就不走 為什麼打人 民眾 國家意識到現在還不成縣 因為跟台灣的歷史 迂迴曲折 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一分時間 差不多1930跟1940年 到那裡已經生命了 可是再後又來了 一個新的 一波政治的移民 所以我們必須要 要重新再來一次整合 經過了半世紀多 好不容易出現天然圖 天然圖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講的 整個的再一次又融合了 你戰後五十年 總之反國民同時 也在反殖民 也某一部分在反對 所謂外省權利先行 為什麼台灣內部的社會矛盾 經過五十年 總算現在 你在太陽花 你看到太陽花世代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天然圖的出現 很大的特色 不分它的族群背景 每個人都說我是台灣人 這就是表示什麼 經過迂迴曲折複雜 一波又一波的外來移民 大家一次又一次的磨合 總算現在是變成一家人 古早晚少人 才二十年前還是晚少人 現在變成一家人 可是才剛剛變成一家人 這些才剛剛變成一家人 裡面的不同的Member 他們各自還懷抱他們家庭裡面的記憶 這麼多的太陽花裡面 那是從晴 變得很亮的 台左微星當時 跑來找我 大概帶了十幾個人 台左微星 說他們最毒的 裡面有八個 九個是二生小孩 我想第三代 那換句話說 他們還懷抱很深的 一個不同的記憶 所以他們現在對他們來說 他個人不在乎蔣介石 他的爸爸在乎 他的媽媽在乎 他的阿公阿嬤在乎 我們還變臨這樣一個歷史的一個階段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有人說 幹 台灣人現在已經這場了 全國獨立 全國概念 然後宣布戒嚴之後 一黨專政 本土政黨一黨專政 然後蔣介石全差 專欠 這樣太簡單了 這樣兩人就逗了 你別再聽 無法動議 我們走到現在走到一條路 我們的民主化 我們國家形成是一個漸進的路程 我們透過社會不賺磨合辦法的行程 要 老實講 需要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看了很多 我們覺得很焦劣 還是要到那個時間 可能我們要經過 不然還要一代 再到民主衛星 到日清戰爭之後 那種日本人的國家一勝 我們現在還要搶做一個國家 大家剛剛坐一家 所以天然圖 剛剛講到一句話很重要 我也非常贊成 天然圖就意味著 是一個unreflective的 沒有反省過的 對他而言 台灣是一個生命經驗 不是一個公民或政治的概念 等到有一天 你知道台灣 是一個公民性 civic的概念 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 台灣維持它的獨立之後 你才有其他的一切 當你清楚了這點之後 那時候你不是天然獨 你是一個一世的獨立 你知道為什麼你要獨 不是因為你喜歡喊台獨 而是因為你知道 你嚮往的所有的一切進步價值 細於台灣的獨立 特別是在中國帝國主義這個年代 台灣沒有保持著獨立的話 所有我們的一切夢想都會消失 就是要併消瓦解 要達到那個地步 需要經過時間 需要閱讀思考溝通辯論 就這樣我們正在實際上辯論 我們的辯論正在試圖促成 台灣人對台灣意識的深化 問題現在像我一樣 現在中國加速了他的侵略 我到最近這一年 深深的感受到這個侵略 這個比起我們在2012年 的反美金壟斷的時候 我感覺得到中國因素 或者是台湾化的服貌 更激烈的感受到 那時候我們感受到 中國的壓力是什麼 是結構性的 透過外部的 現在我們看到什麼 一門打烏 整個進來 然後台灣社會沒有任何感覺 所以我現在不是 要求大家說 從此以後 要提升國安警覺之類的東西 或者要求說 拆政府的尋到戒嚴的人 是這個意思 沒辦法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只好用我們擁有的 最好的力氣就是 我們今天在民主的時候 透過這種過程 不斷的辯論 最後我說這句話 天然毒要怎麼樣 變成一個意識毒 老實說 歷史意識 什麼叫歷史意識 不是叫你去 接學會一個什麼 官方版本的一個台灣史的理 而是說 經過一個辯論 讓你意識到說 我從哪裡來 我現在站在哪裡 接下來不要往哪裡去 你如果沒有這種 sense of history的話 你永遠沒有方向感 倒是你爸罵說 唉唷 這麼大陸很美好 你要不要做生意 你不要賺錢對不對 他們現在不是要搞什麼嗎 青年去那邊創業嗎 那就過去了 我預計會有一部分人過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情況下 就叫歷史意識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在2018年 韓1970年發生一件 失敗的暗殺案 為什麼反反復不斷在講 世代之間的對話 那就說透過這個過程 於是我們知道感能 我們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方來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什麼狀況 快來來 這個就是意識意識 然後你想上 他不能夠養苗處長 我們都知道歷史上所有的民主國家 國家意識的行程都需要時間 除非你用國家暴力 明治維新就是用國家暴力 強制受到日本人 但我們沒有這個選項 所以我們知道 不過社會不斷的對話 可是呢社會對話很慢 很多吵架很多爭執 要花很久誰慢慢去化解 可是面臨中國的壓力 又一天比一天快 一直進來了怎麼辦 沒有其他辦法 繼續加速的溝通 自己本身要努力 剛剛有一位朋友說 很感謝我提供歷史邁後 那 我希望大家一起用功一起讀書 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 這是一個非常 知識多元很豐富的管道 不需要看 不需要靠學校的課本 自己上網路上 都可以得到各種資訊 透過這樣去加強你對台灣歷史的理解 你透過歷史理解 理解到 底西蘭是從哪裡來 你為了要往哪裡去 然後呢想辦法 如果我有任何期待的話 我的期許就是一點 速度加快一點 more intense 稍微再加強一點點 我只要用一句話 送給大家 理想上台灣人要是沒有說那麼多壓力 我們可以比較厚成以下眼 現在沒辦法壓力這麼大 沒辦法各位 我送大家一句話 當大人救台灣 好 我們謝謝 再次的掌聲 謝謝 我們今天來的 請看